苍穹之下,本应当是云云众生服侍繁华,可是此时的世界却是恶嫖遍地,苍生的哀嚎声直达上天。 高高的苍穹之上,有一人凌空而立,看着底下的人间炼雨,脸上一时露出怜悯,一时却又满脸冷漠。 他本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但是此时却只能看着他的子民苦苦挣扎。 不是他无动于衷,而是他无能为力。 他也曾想拯救苍生,也曾用心良苦,拉拔着他的子民们走上更好的道路。 但是,最终他还是失败了。 他就看着这些人亲手毁掉了自己的世界,亲手为子孙后代打造了一片人间炼雨。 这个世界终于来到了末路。 他也将会随着这个世界一起消散于虚空,他的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他从不惧自己的消亡,但是对于那些他孕育出来的气韵之子却充满了不舍。 他本是神,却又有了人类的情感。 天道摊开手掌,掌心之中是几个光点,那便是他的气韵之子。 他自己创造出来的生命,这些孩子却教会了他什么示爱。 并不是每一个气韵之子都是厉害的人,有的气韵之子有着赤子之心,最终却没有一个好的结局。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的世界里人心败坏,人多势众便是正义,三人成虎便是事实。 他的孩子们啊,怀着一颗热忱的心,努力想要改变这个世界,最终却被那些狂风暴雨一般的恶意所淹没。 看着手心里其中两个紧紧依偎在一起的光点,那是他曾经最看好的两个孩子,魏无羡和蓝忘机。 魏无羡创立了轨道,让他看到了这个世界兴起的希望。 蓝忘机也是天赋一柄之人,两人若能一起,定然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可是世人从来不曾善待他的孩子,天赋绝顶的孩子却从小失户,被人恶意圈养,最后更是被洗脑成功,为那个家族献上了自己的所有。 重生归来,总算是有了珍惜他的人,奈何那线射数不完整,借来的身体也支持不了多少年。 魏无羡甚至还来不及完成自己的报复,肉身便彻底崩溃,要不是他及时出手,怕是早就魂飞魄散灰飞烟灭了。 蓝忘机是重情之人,虽然魏无羡再次申故后并未殉情而去,但也是抑郁成疾,没几年便追随魏无羡而去了。 魏无羡父母那一代也有几个精彩绝艳之人,只是这些人为执念所困,最终都未得善终。 到了魏无羡这一代,出色的人就只有那么几个了。 可能是天度英才,情深不受,注定了不得善终。 天道看着自己的孩子在这人世间苦苦沉浮,他却只能站在这高高的苍穹之上,什么都做不到。 他唯一能做的,便是在人死后将其魂魄收集起来。 只是这世间早已经腐朽,他也不愿让他们再投生一遍去受苦了。 如今,这个世界终于走到了尽头,他也要消失了。 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可惜却无人懂得他心中的悲凉。 无声无息间,天道的身边出现了另外一个人影,他的气息和天道非常的像,不过他的身形看起来要比天道魁梧些。 好听的声音从那个身影里传出来,是那种低沉带着磁性好听的青年男生,不像天道的声音带着沧桑苍老的味道。 好听声音的天道,大哥,你真的决定好了? 天道点点头,嗯,我决定好了,反正我也是要消散的,不如就这样吧,也算是我另类的存在了。 接下来是长久的沉默,大哥,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回溯行不行? 天道摇摇头,没用的,人心,的败坏,又岂是回溯能改变的? 天道看了一眼身边的身影,姑母,你还年轻,不要不我的后尘。 我将我的本源都给你,同你,以你的意识为主融合。 这样你,也能轻松应对接下来的大劫了。 姑母,也就是另外一个世界的天道,她和这方世界的天道是好友。 在她刚刚诞生意识的时候,是这位老大哥一点点地引导她,让她慢慢地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天道。 就连她的名字,也都是老大哥取的。 她也习惯性地叫大哥,却从来不知道她的名字。 大哥,你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我叫玄弥。 姑母,你叫我一声大哥,我有一件事要求你。 她摊开手掌,手中是几个微弱的光点。 这些都是我的孩子,希望你能带上他们,给他们一个好的归宿吧。 姑母看着那几个光点,是几个魂魄。 上面,都带着玄弥的气息,很明显是玄弥用自己的本源之力,造出来的气韵子。 说是她的孩子也没错。 大家不要纠结蓝忘机和魏无限是兄弟的事。 神仙的事,凡人少纠结,问就是他们天生一对。 天道自己捏出来安排的道理一对。 姑母想到自己的那个糟心的世界,人类对大自然无尽地索取。 乱砍乱伐,过度放牧,建立有污染的工厂,排放大量的污染气体。 任意捕杀野生动物,不断研制新元素,产生大量污染。 大量开发耕地,建立所谓的旅游区,破坏自然环境。 大量的森林消失,变成了高楼大厦。 许多的生物都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水资源枯竭,核污染,海洋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 姑母是后悔的,曾经她看着大哥发展的是修真世界。 她觉得自己可以走另外一条不同的路。 所以,在发展的时候,她选择了科技道路。 但是最后的结果并不是那么如意,人类完全没有意识到。 科技的发展不应该是以破坏大自然为代价。 姑母知道,如果不自救,她最终也将和大哥玄迷一样,殊途同归。 玄迷的世界已经走到了末路,她不能不上大哥的后尘。 大哥联系了她,打算带着自己的本源同她融合,吸收了更多的世界本源。 她就有了足够的能量地将世界颠覆,破而后立起死回生。 姑母将几个魂魄小心地收了起来,既然是大哥的孩子,也算是自家子职了。 她当然会好好待他们。 对于怎么安排他们,她心里还有些犹豫不定,难道要让他们再次投生? 可是,投生了他们若是忘记过去,大哥最后存在的痕迹也将消失了吧。 好了,来吧。 玄迷看着公魔将自己的孩子们收了起来。 闭上眼睛,将自己完全转化为天道本源之力,让公魔吸收。 魏英蓝望鸡猛地坐起身,睁开眼睛,这里是静视。 蓝望鸡迷茫了,她不是死了吗? 魏英肉身衰竭,撒手而去。 她再一次走遍了山川河流,想要找到魏英的魂魄。 她知道的,魏英舍不得她难过,所以只要她的魂魄还在,定然会回来找她。 她问灵没有找到魏英,就只能回云深不知处等待,等着她迷失的爱人回家。 一年又一年,蓝世的人看着他们的寒光君满头青丝变成了白发。 看着她的生命一点一点地流逝,他们只能干着急,一点办法都没有。 最后,蓝望鸡死的时候,也是叫着魏英的名字闭上了双眼。 蓝望鸡看着静视的摆设,是她独居时最初的模样。 博古架上没有魏英放置的各种各样奇怪而有趣的玩意儿,书桌上也没有她乱丢的画本。 静视在魏英死后,是没有半点改动的。 她曾经看过的画本都一直停留在她翻到的那一页。 蓝望鸡就想着,也许魏英回来还要看的。 然而现在,静视的摆设回到了最初的模样,简洁整齐,没有任何多余的物品。 明明这样过了几十年,蓝望鸡却觉得这样的静视寂寥得可怕。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是一双年轻的手,甚至连她因为天长日久练剑的剑剑都没有了。 这就好像是一具年轻的崭新的身体。 难道她重生了? 是魏英回来了吗? 大概只有魏英能够复活她了吧。 正在疑惑间,蓝望鸡听到了屋外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 蓝湛,蓝湛你在里面吗? 是魏英的声音。 蓝望鸡连鞋子都顾不得穿,飞快地下了床,奔向了门口。 飞快地打开门,将门外的人影一把搂在了怀里,魏英,魏英。 魏无羡紧紧地抱着蓝望鸡,蓝湛,我回来了。 事实上,魏无羡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她醒来时,也是在床上,房间的摆设有些陌生。 她不知道自己是在哪儿,直到从房间走出来。 宁氏,是她房间外院落门上的名字。 这个她知道,宁氏是挨着静氏最近的一个院落。 之前一直空着,有时候魏英要研究一些小玩意,怕打扰到蓝湛,就会去宁氏。 后来,蓝湛跟叔父说过之后,干脆就将宁氏分给了魏无羡。 只是现在这个宁氏的摆设很是规矩,一点都不像她魏无羡的风格。 也就疑惑了一下,魏无羡立马就想起了蓝湛。 她记得自己是死了的,现在是什么情况? 她再次被人献舍了。 撩起手臂,没有任何的伤口。 随手画幅,面前出现了一面水镜,魏无羡看着镜中的自己瞪大了眼睛。 这幅相貌并不是莫玄宇的。 莫玄宇的相貌只能算是清秀。 这也是魏无羡最不满意的地方。 她魏无羡可是能够让蓝望鸡一眼入心的美男子。 虽然她知道,蓝望鸡并不会嫌弃她的相貌,但是魏无羡心中还是留下了遗憾。 而此时的镜像中,显现出来的,却是她原本的相貌。 那个即使身份被人贬低到尘埃里,依然能在仙门弟子中排第四的魏无羡。 也是那个让无数云梦的姑娘喜爱非常的魏无羡。 更是那个月下初见,便让蓝湛一眼万年,在心中抹不去的存在。 短暂的震惊过后,魏无羡也不去管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了。 她只想快点见到蓝湛,也不知道她死后,蓝湛是怎么过的,她只要想一想,就心疼得要命。 推开院门,不顾这寂静的可怕的云深不知处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看准目标,直奔静视。 到了静视,也不顾什么蓝湛的规矩了,用力地拍门,大声地喊着蓝湛的名字。 没让她等多久,很快门就开了,只来得及看清是蓝湛,魏无羡就落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 两个人甚至同时泪流满面。 蓝望鸡抱着魏无羡不放,似乎想要将心爱的人揉进骨血里。 魏无羡推了推蓝湛的胸膛,实在是推不动,只能放弃。 两人就这么静静地拥抱了很久,情绪渐渐地平静下来。 魏无羡在蓝望鸡的肩膀上将自己的眼泪蹭干净,他突然发现,自己现在好像和蓝湛差不多高矮。 蓝湛,你发现我有什么不一样了吗? 听到魏英说话,蓝望鸡才轻轻地放开怀里的人,双手扶着魏英的双肩,看面前的爱人。 是一张无比熟悉的脸。 呃,时间太久了,又有一点陌生。 这是魏无羡原本的脸,比起莫玄宇的那张脸来,这张脸风神俊朗,无语伦比。 蓝望鸡甚至是看呆了。 魏无羡的双手揽上了蓝湛的脖子,在蓝湛的唇上轻着了一口,好看吗? 好看。 回应魏无羡的事如同狂风暴雨一般的热吻。 魏无羡被蓝望鸡拖进了镜室,很快,房间里响起了和谐的乐章。 苍穹之上,姑魔耸耸肩,哎,这两个子儿还真是迫不及待呢。 嗯,非礼物事。 早知道就不给魏无羡安排住所了,两人一个院子就够了吗? 哎,不行,这镜室和宁室都得射成禁地,外人不能进也不能听到任何声音。 姑魔嘀咕着,我还是个单身狗呢,咱们都知道给爸爸投喂狗粮了。 同时手中不忘动作,将镜室和宁室组合到一起,成了一个更大的院落,还是叫镜室。 不过原来宁室的范围被整个划分成了镜室的院子。 镜室原本一进的小院,成了二进的院子。 两人的卧室在后院,同时后院还有温泉室、冷泉室、厨房等。 前院则是待客厅,还有两人的书房、客房。 蓝望鸡和魏无羡正忙着呢,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住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也是公魔心中联系两个孩子,送给他们的福利。 竟是没有两人的允许,任何人都是进不来的。 不知道过了多久,两人都有些筋疲力尽了,才依偎在一起说话。 蓝湛,你知道现在是哪一年吗? 两人都是年轻的身体,蓝望鸡的身上没有戒边痕,他的身上也没有太阳烙印。 魏无羡甚至怀疑他们是回到了过去。 众人醒来的第一天,都是在懵懂疑惑中度过。 有好奇心中的,出门四处查看,得知自己现在应该是在蓝湿云深不知处。 但是又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蓝湿的弟子都不在。 而且,他们醒来的地方并不是在蓝家的客房,而是在后面蓝家内门之人住宅区。 并且是一人一个院落,当然也有夫妻档,两人是在同一间屋子醒来的。 也有的人比较谨慎,因为清楚地记得自己已经死了的。 对于现在的死而复生感到非常的不解,所以只在房间里静静等待。 一天的时间,并没有人感到饥饿。 大家也发现自己现在的身体是有些同从前不一样的。 明明丹田里看不到金丹的存在,所有人都有着能够随意使用灵力的能力。 藏色散人在跟着师父在山上的时候,曾经读过的藏书。 他们现在的情况甚至有点像书中记载的上古时期的地线。 传说上古时期,修士的修为分为助基金丹元英化神合体大成几个阶段,而到了大成圆满后,就会迎来飞升天节。 度过天节的修士便举霞飞升,度不过去便身死盗消,几百几千年的努力都化为虚无。 其实,除了这样俩两种情况,还有一种意外。 便是那度不过天节的修士,在最后一道让他灰飞烟灭的天雷下来时,放弃肉身冰解寻求一线生计。 选择冰解的人也多,但是真正成功存活下来的人却又极少。 这样经历了天节没有通关,最后却又活下来失去肉身的修士,叫做散仙。 散仙每一千年度一次天节,而度过十次天节之后便能重塑真身。 重塑真身的散仙变成了地仙。 据说地仙的修为可抵上界金仙,地仙甚至能破碎虚空,自主进入上界。 但是书中又说,散仙的天节比飞升天节还要厉害,而且一次比一次厉害。 传说中,三节散仙便是凤毛麟角,十节散仙更是从来没有记载过的存在。 这么离谱的实例,脏色散仙为什么会想到他们的身体类似地仙的存在呢? 因为他记得书中几句对地仙的描述,地仙之体,以能量重塑真身,似是非识。 心随一转,利运自如,不伤不灭,不染不够。 脏色散仙醒来后,经过了最初的疑惑后,便把目光放在了自身。 这是自己的身体,又好像不是。 先不说自己生过孩子的身体。 小时候调皮留下的疤痕,甚至身体上出现的胎记通通地消失了。 这具身体明明就是自己的,却被优化到了一个完美的地步。 除了脸,还是自己最初的相貌,他甚至找不出理由来证明这是自己的身体。 丹田里明明没有金丹,所有的经脉都畅通无比。 不见流动的灵力,但是心念电转间,灵力却又信手拈来。 所以,脏色散仙想到了书中帝仙的描写。 但是可能吗? 或者自己是神仙,这是下凡历节归来。 脏色散仙暗暗唾弃了一下自己,想什么美事呢? 画本看多了,脑洞就是奇奇怪怪的。 现在情况不明,魏长泽就在他们醒来的房子周围转了转,没有看到兰家弟子,也没有看到任何其他人。 很快,他又回到房间守着妻子。 两人都是沉得住气的人。 不管背后那人有什么目的,将他们从死亡中拉出来,定然会有他的目的,只要静静等待,总会水落石出的。 云深不知处散落在各处院落中的人,就这么安安静静地在自己的房间中度过了一天。 死而复生后的他们似乎多了一丝看淡生死的从容。 一天之后,在早上卯时过后,所有人都听到了一个指示,那不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声音,就好像是直打脑海的。 请所有人在半个时辰整理好个人仪容,并到达云山深不知处蓝室。 这个时候,魏无线还在睡呢,蓝忘机接到指令就起来了。 先自己去洗漱,昨晚两人就发现他们的住处变了样子,房屋多了不少,像是把静视和凝视融合了,而且还多了温泉和冷泉。 两人在房间里,根本就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异样。 能做到这样的,绝对不是普通修饰能够达到的。 两人心中虽然好奇,但是通过这个院落的布置,至少知道背后的人对他们没有恶意。 两人甚在心中充满了感激,让他们能够再次重逢,拥抱彼此。 所以在一大早,听到这个带着点命令式的指令后,两人心里没有半点反感。 蓝忘机穿好衣服,去温泉室那边提热水来洗漱,魏无线从床上坐了起来。 他以为自己会难受,至少是会有些腰酸被痛的,但是直到他坐直了身体,都没有感觉到半点不适。 就好像短短几个时辰的睡眠,就让他的身体刷新成最佳状态。 魏无线低头翻开衣领,胸前被留下的痕迹都消失了。 要不是房间里还有着蓝湛的气息,他都要以为自己做了一场梦了。 蓝忘机提了热水进来,就看到魏英已经坐在床边了。 他连忙放下水桶,想要去搀扶魏英。 他是知道自己昨晚有多过分的。 没办法,只要对上魏英,他就失去了所有的自制力。 还没等他走到床边,魏英就自己站了起来,蹦跳着来到蓝忘机身前,蓝湛,你看。 魏无线把领口拉开先让蓝湛看。 蓝忘机疑惑了一下,随即就发现魏无线的胸前一片瓷白,没有留下半点痕迹。 想了想,蓝忘机低头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发现昨晚魏英留下的痕迹也消失了。 瞟了一眼魏英的腰,可有哪里不是。 魏无线笑眯眯的插着腰,当即给蓝湛表演了个后仰下腰,吓得蓝湛连忙伸手去扶。 魏无线却又好好的直起了身子。 蓝湛,我一点事都没有。 好好的。 蓝忘机这才放心的点点头问,快来洗漱吧,等一下我们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魏无线点点头,好,大概今天我们就能得到答案了。 两人手头的动作也加快了。 从云深不知处醒来,他们的心中就充满了疑问,或许到了蓝室就能够得到解答。 见到了蓝丝锥和蓝景仪,通过简单的交谈,得知两人也是身死之后,醒过来到了这里的。 大家的心中疑问更大了。 这个时候,蓝湿又来了人,温情,温宁,聂怀桑三人前后脚走进了室内,几人都没说话。 对视一眼,心里就有了默契。 大家找了位置坐下,将注意力都放在了门口。 很快,又一个高大的身影走了进来,在场的几人眼神一鸣,这人居然是温若寒。 温若寒的目光在室内转了一圈,没有说话,自顾自地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 片刻后,又进来一男一女,看其亲密的样子,应当是一对夫妻。 在场的其他人都不认识这夫妻俩,只是都觉得这夫妻俩十分面善,好像在哪里见过。 温若寒十分意外地看了两夫妻一眼,没有作声。 两夫妻也看了看室内已经入座的人,除了温若寒,都是些生面孔。 最前排,一年轻男子正把头靠在一篮家弟子怀中,有些瞌睡的样子。 两夫妻也没有注意那人长什么样,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 之后,又进来一位挥袍道长,在场的人一个都不认识。 藏色散人倒是看着这位道长,若有所思。 他曾在师父的书房见过大师兄的画像,不过他并没有见过大师兄齐人。 他幼时被师父收养,长大些懂事后,只知有大师兄阎灵,倒是未见过本人。 这道长倒是和那画中人颇为相似,只是时间久远,他也有些记不分明了。 藏色散人盯着新来的道长看,却不知道一双疑惑的眼神也紧紧地盯着他。 魏无羡和蓝望鸡最先到蓝室,虽然身体复原了,但是到底还是有的困倦。 所以,魏无羡一直是窝在蓝湛怀里的,之后蓝室来人他也是抬眼看看而已。 藏色夫妇进来后,魏无羡本是随意地看了几眼。 但是不知为何,心里总有种奇怪的感觉,所以他又把注意力放回了两夫妻身上。 他向来喜欢跟人说自己记性不好,但是他心中对自己的记忆力还是有自信的。 但是这两夫妻,他总觉得哪里见过,却又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 他把目光在蓝室内的人身上转了一圈,温情温宁,还有思追景仪,他和蓝湛,温若寒等。 虽然不知道聂怀桑是什么时候死的,但是看样子,今日来到蓝室的都是已死之人。 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把他们这些已死之人集中到了这里呢? 此时蓝室一共进了有十人,本以为不会再有人来了,却又见一黑袍道长拖着一白衣道长走了进来。 只是那黑衣道长一脸的沉痛,手却紧紧地抓住白衣道长的手腕不放。 而白衣道长却一脸的心如死灰,咬无声去的样子。 黑衣道长咬牙切齿的样子,把白衣道长拖进蓝室,按在了一空位上。 身边响起惊呼,是宋前辈,那这不就是小星辰道长? 宋子琛抬头看去,却是两个故人,他也认出了两人。 开口的是景仪,当年在一城,火化小星辰道长失身的时候,听魏无羡讲他共情时候看到的场景,蓝景仪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 所以,宋子琛对这个孩子有着很深刻的印象,蓝小公子,你。 景仪点点头,宋前辈,我死了。 你怎么也在这里? 蓝景仪的意思很明显,宋子琛可是鬼将军一般的存在, 怎么会死呢? 宋子琛了然地点了点头,嗯,我也是身死后,不知为何在此处醒来。 他的目光在蓝室转了一圈,看到了几个熟人, 韩光君温宁蓝思追,聂怀桑他曾在金陵台见过。 他有些意外没有看到魏无羡, 韩光君却揽着一个骏狼非常之人。 他后来虽然很少在仙门出现,只是游历在偏僻之处为人除碎, 却也听到过关于韩光君和仪陵老祖的事的, 据说两人结成了道理四处业列。 别人的事,宋子琛不多做评价,心中的疑问也只是一闪而过, 又把注意力放在了小星辰的身上。 小星辰还保留在死之前最后的记忆, 他大概是以为被人救了, 醒来就冲出了房间,打算再度寻死。 刚刚好宋子琛的住处不远, 醒来后出门恰好遇到了小星辰, 这才制止了他。 小星辰情绪有些激动, 宋子琛本来也不是很会说话的人, 实在无法,干脆就点了小星辰的睡学。 守着人过了一夜, 早上听到指示, 这才把人拉到了这里来。 他相信, 既然这背后的人能让他们死而复生, 定然会给他们一个答案的。 此时的蓝室内一共有十三个人在, 蓝室的门也在大家坐定后他的一生自动关上了。 众人一惊, 忙回头看向门口, 却又感觉到一样纷纷转头看向了前方。 前方出现了一片光幕, 首先出现在光幕中的是那个灰袍道长。 同时, 光幕中也有一个声音介绍起了此人的生平。 阎灵道长, 抱山散人守徒, 心怀就是知心下山, 一心度化世人。 奈何世间险恶, 阎灵道长有强大的修为在身, 却不肯为先门世家所用。 虽有正直心性, 却防不住小人诡计。 最终阎灵道长被人蒙骗, 前往斩杀屠戮玄武。 却在斗法过程中, 遭人陷害被屠戮玄武吞下腹中, 甚至身后鸣还要被人污蔑。 那些被屠戮玄武一起吞噬的人, 被说成是阎灵道长发狂斩杀, 最后被人围攻而死。 阎灵道长看着光幕上的解说, 自己都愣住了, 他只知道自己是斩杀屠戮玄武而死。 好像是为了救人被吞了, 原来自己的死是一场阴谋, 甚至死后还臭名远扬。 阎灵不由地自嘲地一笑。 他记得下山的时候, 师父说, 这山下的人啊, 阴谋诡计层出不穷。 他就是应付布莱那些尔虞我诈的, 只能归缩在山上的。 这下了山, 就不要回去了, 害怕他把那些阴谋诡计带到山上来。 山上的人都单纯, 面对山下人心思多鬼, 适应不来的。 原来师父说的没错, 他们山上的人啊, 只知修炼, 还是太过单纯了。 得知灰袍道人是阎灵道长, 藏色散人出来认亲, 又引出了小星辰。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 这对夫妻, 一个是藏色散人, 一个是魏长泽。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魏无羡, 魏无羡彻底傻了。 他冷冷地看了一眼藏色散人, 又看向魏长泽, 呆呆地目光转向蓝战向他求助, 蓝战, 他们, 他们。 他的眼睛瞬间就红了, 显得手足无措。 时间太过久远, 他早就记不得父母的样貌。 两人站在他面前, 他也认不出来了。 说起来多么的可悲。 蓝忘机扶住魏英站了起来, 向两人行了个晚辈礼。 再次确认, 敢问前辈, 可是魏长泽与藏色散人前辈, 你们欲有一子, 可是叫魏英。 蓝忘机的耳朵红了红, 又开口道, 魏英后辈有志, 前辈可知是在何处。 藏色散人和魏长泽, 听到提起儿子, 神色激动起来, 目光一转, 就锁定了在蓝忘机怀里, 神色有意, 浑身颤抖的男子。 藏色散人话, 几乎都说不利索了。 是, 我们的孩儿的确是魏英, 他后背腰窝处, 有三颗质, 成三角排列, 偏右边。 他, 他可在。 魏无羡的嘴张了又张, 却好像被蓝湛禁言了一样, 发不出声声音来。 蓝湛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造话弄人, 这母子父子相见却不相识, 不得不叫人唏嘘。 两位前辈, 蓝忘机轻轻地把魏英从怀中推出, 双手放在魏英的肩膀上给他支撑。 这便是魏英, 自无羡。 我的道理, 他后背的确有三颗黑质, 我想, 他应该便是你们的儿子。 魏无羡看着面前的两人, 那明明是他的父母, 他却不敢相认。 努力想要看清他们的相貌, 眼中却不断地涌出水汽, 模糊了双眼。 他转头, 委屈地说道, 蓝湛, 我看不清, 他们真的是吗? 看着魏英眼中饱含热泪, 蓝忘机心疼了。 拿出手帕, 轻轻给魏英擦去眼中的泪水。 魏英, 别怕, 有我在。 来。 他牵住魏英的手, 把人带到了藏色散人和魏长泽的跟前。 魏英终于能够看清两人的脸, 慢慢地埋在记忆最深处的影像似乎浮现了出来, 和面前的两张脸重合在了一起。 阿弟阿娘, 真的是你们。 藏色散人和魏长泽已经从魏无羡的脸上, 找到了儿子的眉眼。 两人一时间都激动地,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藏色散人更是拉过魏无羡, 一把抱住他痛哭起来。 那前面的光幕还挺智能, 此时也停在了介绍完延灵道长之后的地方。 在场的人都看着魏无羡一家人三口相认, 心中也是感慨万分。 明明是最亲的家人, 却相见不识。 还是这拐弯抹角的关系才确认了身份, 一家人才得以团聚。 那光幕大概是等得不耐烦了, 不等魏无羡和父母再多交谈, 又开始动了起来。 这次出现在光幕上的, 是藏色散人和魏长泽, 可能两人是夫妻。 他们的生平就被一起介绍了。 魏长泽是山中隐士所收养, 后独自下山闯荡。 后来闯出了名头, 才接到了兰家的听学邀请。 魏长泽来到云深部之处, 这才遇到了拿着信武来兰家学习的藏色散人。 两人在云深部之处相识相知。 魏长泽长得好, 性子稳重, 狠得藏色散人轻眼。 后来江家内乱, 魏长泽受江峰眠所邀, 去云梦助力平乱, 藏色也跟了过去。 之后的事, 大家也看到了。 江峰眠谋划藏色不成, 最终娶了于子渊。 魏长泽和藏色高调成婚, 离开云梦, 再未回过江家。 魏无羡虽然后来从兰起人口中, 听说过父母同在兰家听学之事, 但是还是第一次这么明确地得知, 他的父亲从来都不是什么江家家仆, 之后的事更是让魏无羡目自欲裂。 他看到几年后, 两夫妻带着孩子, 也就是他到了怡陵, 然后遇到了江峰眠, 邀请两人回江家校里。 两夫妻当场便拒绝了。 当天夜里, 两人就在客栈看到了江家的信号。 出于道义, 魏长泽决定去救人。 当时两夫妻是留下了一个的, 只是后来藏色见魏长泽一直未归, 心中担忧, 将魏英安排好了之后, 才去找人。 没想到, 这本就是针对夫妻俩的一次阴谋, 这一去, 两人就断送了性命。 这就是夫妻俩的死亡真相, 根本就不是什么业裂而亡。 想着自己这些年来的认知, 认贼做父, 想起江峰眠那张伪善的脸, 魏无羡的双目赤红。 要不是兰望姬一直在她身边, 喊着她的名字, 劝慰她, 她几乎要走火入魔了。 夫妻对儿子的事情并不清楚, 之前兰望姬还说是魏英的道理。 两人只以为, 儿子是被兰家人找到抚养长大的, 现在看来是另有隐情啊。 不过这光幕并没有放接下来的小魏英如何了, 而是放了在场另外一个的生平, 这便是温若寒。 众人猜测, 光幕大概是按照的死亡先后来排的。 光幕中对温若寒的评价让本人气闷不已, 说她是天赋绝佳的天才, 天赋异禀。 算是天道最得意的作品, 偏偏却因修为而生执念。 一生都在追求更高的境界, 被人蒙蔽, 背黑锅, 其中重点提到了温若寒杀害聂青月, 也就是聂怀桑的父亲之事, 光幕里明确地指出, 这事是金光扇的阴谋。 温若寒就挺惊讶的, 突然想起当年在骑山, 聂家的那个大块头打上门来, 一脸仇恨的样子。 当时他还不解, 明明是聂明爵杀了他的儿子温旭, 怎么搞得跟他杀了他爹一样? 原来, 聂家的小子真的认为是他杀了聂青月。 温若寒不屑地开口道, 这么简单的阴谋, 聂家也会上当吗? 我要真杀了聂青月, 怎么会放任聂家的小子成长起来, 等着他长大了来杀我? 我又不是有病。 你,在场还有个聂家人呢? 聂怀桑也根深蒂固地认为 是温若寒杀了他的父亲, 之所以之前没有闹起来, 也不过是情况不明, 他时时悟而已。 现在,真相大白, 他突然就哑口无言。 是啊, 这么多年来, 聂家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既然温若寒要对聂家动手, 已经害死聂青月, 为何不动手直接覆灭聂家呢? 这对温家来说不是什么难事。 虽然说聂怀桑对金家是恨得牙痒痒, 可惜这些是早就过去。 金家人也是早就没了, 现在他们也不过是一群作骨之人。 这会除了把自己气得吐血, 也做不到别的事了。 温若寒的生平结束后, 便是温情的生平。 他这一生一心专研医术, 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便是po了魏无羡的金丹。 虽然早就得知了po单之事, 但是在光幕中, 看到温情给魏无羡po单的场景, 蓝忘机还是被刺激的双目赤红, 流下了眼泪。 藏色散人和魏长泽也是看得心如刀割, 但是那是魏无羡自愿的, 是他求来的。 他们也不能怪到温情的身上, 只能不停地提醒自己。 不急不急, 看完儿子的生平再说。 温情之后, 便是小星辰的一生了。 不得不说, 抱山散人的徒弟都很单纯, 看着小星辰好心救人, 却被人蒙蔽, 最终绝望自枪而亡, 众人的心都很沉重。 而激动的小星辰, 一早就被宋子琛给点了定身, 肯本就不能动弹, 他想自毁原神, 却发现肯本就做不到。 大家都担忧, 看向小星辰。 通过光幕, 大家都了解到小星辰是怎样一个人, 也能想到他该有多绝望。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死而复生的, 也就只有他一心求死了。 魏无羡突然开口道, 小师叔, 你还记得阿金姑娘吗? 他为了给你报仇, 吃了很多苦。 在你全盘否定自己的时候, 那个小姑娘却知道, 你是最好的人, 不应该是那样的结局。 说到阿金, 小星辰的脸上缓缓地落下泪来, 朝夕相处三年的时间, 古灵精怪的阿金 早就成了家人一般的存在。 他能够想象得到, 在他死后, 阿金会受到什么样的虐待。 他的目光看向宋子琛。 宋子琛叹了口气, 给他解开了定身。 获得自由的小星辰, 慢慢地伸出手, 捂住脸, 失声痛哭起来。 在场的人都揪心不已。 其实他们每一个都死得憋屈, 看到别人的惨状, 还能感同身受。 景仪和思追亲身经历过一城事件, 想到那个可怜的阿金姑娘, 也忍不住落下泪来。 脏色温情等人, 也跟着红了眼睛。 魏无羡也将头埋在了蓝湛的怀里。 蓝忘机明显感觉到衣巾一片湿热, 魏英也哭了。 他面对过太多的痛苦, 看到别人的悲剧, 依然还是那么心软。 小星辰之后, 就轮到了魏无羡, 光木果然是按照死亡先后来的。 只其中, 温宁和宋子琛应该比魏无羡先死亡, 不过看样子, 两人成为凶尸后的时间, 也算了进去。 魏无羡的生平很是详细。 他母亲离开前, 是有安顿好魏英的, 但是耐不住有心人的算计。 保护魏英的人被杀了, 而他却回到了客栈, 甚至少了一天的记忆。 之后就是被客栈赶了出来, 成了一个流浪, 受尽了颠沛流离之苦。 从光木上, 很明显地看得到, 他一直生活在江家人的眼皮子底下, 根本就不能离开宜陵城。 就连怕狗这个缺点, 都是被人有意识地弄出来的。 看到才四岁的孩子, 苦苦地挣扎求生, 葬色散人, 几度泣不成声。 之后的事, 更是让他受到了不小的刺激。 在江家被虐打, 强颜欢笑。 后来蓝氏听学, 认识了蓝望鸡, 两人在玄武洞相互扶持。 后来的江家覆灭, 魏无羡剖单还恩, 被丢下乱葬岗。 被荆家陷害, 最后在浮魔洞被妄鬼视身。 看到这样的场景, 蓝望鸡几乎都忍不住了。 也多亏了魏无羡按住了他, 不停地安慰他。 光幕上, 放出每个人的身平, 这不是公开处刑, 而是对大家的再一次打击。 十三年后, 魏无羡被默选与献设, 在蓝望鸡的帮助下, 终于查清真相。 找出金家作恶的证据, 也算是还了自己清白。 最后, 魏无羡也和蓝望鸡走到了一起。 只是这限射数到底不完整, 魏无羡心的身体坚持了几年就到了极限, 最后游尽灯哭而亡。 蓝望鸡的身平紧随其后, 他这一身, 前半生因为家庭的原因, 过得犹如枯井一般。 幼时等待一扇不会打开的门, 长大后等一不会归来的人。 好在上天怜悯, 最终让他等到了那个人。 可惜美好总是留不长久。 蓝望鸡受不了得而复失的打击, 在魏无羡死后, 没几年也抑郁而亡。 之后的人便是温宁。 他这一身心如赤子, 因为知欲知恩, 守护了魏无羡一辈子。 本来想随着魏公子而去的, 却又放不下丝锥, 最后是为了救丝锥死的。 丝锥也未能逃过邪碎之口, 和温宁死在了同一天。 本来温宁和蓝丝锥 一直都以为他们的死只是意外。 但是, 从光幕里得知, 他们的死竟然和江婉淫和金灵有关。 得知了蓝丝锥的身份后, 江婉淫一直如耿在喉, 魏无羡和蓝旺基都还活着的时候, 他们不敢动手, 蓝旺基一死, 两救生一拍即合, 开始了针对温宁和蓝丝锥的行动, 最终让两人丧生于邪碎之口。 这之后, 便是乱葬岗爆发, 无数邪碎蜂拥而出, 蓝锦仪, 聂怀桑, 宋子琛都是死在和邪碎战斗的战场上。 然后, 众人就这么看着他们的生活的世界, 变成了人间地狱, 看着苍生的哀嚎, 响彻云霄。 最后, 他们看到了一个人, 不用谁介绍, 所有人再一看到, 他就明白了, 这就是他们世界的天道。 他们看到他, 突然就有了明雾, 他们之所以在这里, 是因为他们并不是普通人, 他们每一个都是天道用自己的本源力量所创造出来的。 换句话说, 他们都是天道之子。 被投生下界, 天道对他们寄予厚望, 想通过他们来改变这个世界。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做到。 其中最厉害的是魏无限, 他其实已经摸到了边缘了, 他悟出了怨气的用法, 再进一步, 就能平衡灵愿的问题了。 可惜, 功亏一篑。 最后看到破败的世界, 天道终于放弃了。 说是天道无情, 看到自己的孩子们在尘世间苦苦挣扎, 天道却渐渐地产生了感情。 得知他们的复活, 是原来世界的天道用自己的本源为他们换来的。 他们原本的世界已经彻底地崩塌了。 现在他们待的这个世界, 只是一个亚世界。 也就是原本世界崩塌后的碎片炼制成的一个伪世界。 这个世界是没有天道的, 或者说, 这些本源创造的灵魂实际上也担任了天道的职责。 他们的存在支撑起了这个世界, 而这个小世界的中心便在云深不知处。 云深不知处外面是无穷无尽的邪碎, 当然, 这些邪碎也是不死的存在。 会在死后几个时辰后再次刷新, 这些邪碎实际上就是世界碎片中的怨气所化。 他们这些人还有邪碎, 组成了这个世界。 不增不减, 不生不灭。 众人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 估摸的目的是什么? 让他们一直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 永远杀不完的邪碎吗? 心中有疑问就要问出来, 魏无羡离的光目最近, 他直接就开口问了出来。 他想, 宫摩天道应该是听得见的。 天道阁下, 不知你想要我们做什么? 很快, 光目上就出现一个人影, 正是另外一个世界的天道宫摩。 孩子们, 你们好啊, 说起来, 我应该算是你们的叔父。 从接手你们后, 我就一直在想, 我要如何安置你们。 我曾想过, 让你们在我的世界转世为人。 但是, 你们都是一世之魂, 即使我融入了你们父亲的一部分本源, 也改变不了你们魂魄的特性。 那个世界在我眼前崩塌了, 我看到那些碎片, 突然就有了一个主意。 我的世界, 比你们原来的世界更年轻, 所以, 我并没有用本源创造过天道之子。 但是我的世界也迎来了大劫。 我看到大哥悬迷的下场, 我并不相信天道之子就能改变世界。 一个世界并不是几个人的努力就能改变的, 应该是人类齐心协力, 共同创造美好世界。 我的世界, 其实是一个科技发展的世界, 这个世界我, 一开始就将灵气封印在了地底, 就只为了让人类平顺发展。 但是, 人类好像并不懂得珍惜美好的环境, 肆意地破坏大自然, 使得大自然对人类发起了反噬, 而我的封印, 也即将在这场反噬中被破坏。 换句话来说, 大自然的反噗会让怨气肆虐, 封印的破裂又会让灵气复苏, 到时间这个世界将会前所未有的混乱。 说到这里, 姑魔停了下来, 大概是在等大家能够理解他的意思。 在场的人都不是傻子, 很快就明白了姑魔的话。 温若寒, 所以阁下打算让我们如何做? 姑魔, 我想让你们帮忙, 教教他们。 聂怀桑手中扇子一拍, 问出来, 教谁? 姑魔脸上出现些不好意思来, 所有人。 世界大劫还有一年时间, 我想在这一年的时间里, 你们能够尽可能多地教会大家运用灵力, 法术, 阵法, 剑术等。 姑魔把目光放到魏无羡身上, 魏无羡, 你的轨道, 我想你后来已经完善了吧。 我想你能帮忙让他们意识到灵愿失衡的严重性。 姑魔可能是感觉到大家的不为所动, 又说道, 我现在融合了大哥玄迷的本源, 说起来我就是他的延续, 我不想我的世界重蹈覆辙。 见大家都不出声, 姑魔咬了咬牙, 拿出最后的杀手锏, 其实, 玄迷大哥还有一点意识未散, 被我蕴扬起来了。 只要你们帮忙, 让我顺利度过大劫, 我愿意再分出一部分本源, 助玄迷苏醒。 温弱寒站了出来, 阁下, 可否容我们商量一下。 姑魔, 可以, 我等你们三天, 三天后给我答复, 说着光幕就消失了。 姑魔走了, 在场的人却都陷入了沉默。 众人一时间都有些接受不了 他们的世界已经覆灭的结局。 良久, 温弱寒才说了一句, 我们都没有故乡了。 是啊, 从现在开始, 他们都是无根的扶贫。 虽然姑魔说, 他们在这个世界里就是不死的存在, 但是他们都知道, 这个世界根本就不是真实的世界, 也只有着他们这几个灵魂。 我想救玄迷, 他创造了我们, 用自己换来我们灵魂存活。 我们应该报恩, 只有他苏醒了, 我们才有家, 也许能够重新来过。 魏无羡这样说, 蓝忘鸡也突然出生, 我在书中曾看过, 上古有尽数回溯, 能回溯时间, 玄迷苏醒, 我们将能量给他, 可否助他回溯时间。 蓝忘鸡的提议, 让众人的眼睛都亮了起来。 虽然之前在光幕中, 大家都看到, 玄迷对回溯不抱任何希望, 但是, 既然有这个回溯法术的存在, 那么就还有转机, 如果他们能够回到过去呢? 是不是这一次, 就能够改变所有人的悲剧, 是不是就能拯救世界? 大家都没有说话, 但是每个人的心里, 都有在乎的人, 都有着数不尽的遗憾, 现在, 他们不过是一群复活的亡灵, 他们都想努力一次。 不用明说, 大家的心里都有了答案, 他们愿意帮公魔的忙。 帮助公魔度过世界大劫, 应该能够得到很多功德吧? 这不只是帮助公魔, 而是帮助他们自己。 公魔给了大家三天时间, 大家也就淡定了下来。 就连之前一心求死的小星辰都有了希望, 只要时间回溯, 他就能改变过去, 不会再错杀无辜, 不会再见止好友。 还有阿京, 他也能好好地将他养大。 聂怀桑想着, 如果再来一次, 是不是父亲就不用死, 是不是大哥也能够好好地做他的宗主, 而他也可以继续做他的逆二顽固。 魏无羡希望的是, 这一次, 蓝湛不用等他十三年, 不用受戒边之苦。 蓝忘基同样也希望, 再来一次, 魏英不用剖单, 不用万鬼示身,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遗憾, 都充满了希望, 并且接下来都有着无限的动力去完成公魔的请求。 他们也知道, 玄迷不愿意回溯, 他对自己的那个世界充满了失望, 但是他们相信, 只要他们努力了, 玄迷看到他们的决心, 等他醒来, 一定会愿意给他们一次机会, 能够再来一次, 让他们能够回到过去, 弥补所有的遗憾。 众人走到一起, 参观了云深不知处, 走到山门口。 蓝湿的山门依然没有变, 山壁上, 密密麻麻地记录着蓝家的四千多条家规。 藏色散人看到这个都惊呆了, 不由地问道, 忘记, 你们蓝家后来这么多家规。 我记得, 我听学那会才几百条的。 蓝景仪, 嗯, 后来大长老蓝起人, 加了很多家规, 一共四千八百五十条。 剑纸在后山抓鱼, 剑纸将活物带出外, 杀生带回。 剑纸用盆代替碗用扇。 剑纸用茶壶装酒, 温若寒随意地念了几条家规, 不由地皱起眉头。 这些家规怎么奇奇怪怪的? 魏无羡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嘿嘿, 估计是跟我有关。 藏色一听, 不由得有些生气, 肯定是蓝起人那个老古板, 当年他就针对我, 想不到后来又针对我加阿英。 魏无羡, 嘿嘿, 小时候不懂事, 经常把蓝先生气得吹胡子瞪眼。 后来回来和蓝站在一起了, 我还是经常气得蓝先生心梗。 他看了一眼蓝景仪, 有些好笑, 我倒是没什么, 只是可怜了, 有些经常抄家规的人了, 一年比一年抄得多。 蓝景仪听着魏无羡明显的调侃, 不由得脸都黑了, 想起自己抄家规的那些日子, 手指都下意识地有些抽筋。 蓝忘机看着满山壁的家规, 不由得有些不舒服, 这么多的家规又有什么用呢? 他突然出手, 对着这些家规拍出了灵力, 只见一阵轰隆隆的声音响起, 山壁上的石块不停地落下, 溅起灰尘无数, 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几步。 温若寒更是出手一甩袖子, 将那些粉尘都往山外扫去。 片刻后, 山壁上的不再掉石块了, 上面已经没有了家规, 整个山壁上变成了一片 没有文字的平整石壁, 几千条家规都变成了碎石头了。 魏无羡看了看山壁, 摸着下巴说道, 这山门口光溜溜的也不好看, 不如我们再写点什么吧? 其他几人也觉得可行, 不过要写什么呢? 大家各书几件, 有说写成奸除恶的, 有说直接写个道字的, 也有说可以写几条基本家规的, 比如说修士不可持强凌弱, 不可滥杀无辜之类的。 见大家意见都不同, 魏无羡说道, 蓝战, 这里原本是蓝家, 这山壁也是你自己回去的。 这里蓝家就你最大, 你说写些什么? 大家听魏无羡这么说, 也都停了下来。 一想也对, 这家规是蓝忘机自己动手回去的, 要写什么不如, 还是让蓝忘机来吧。 于是大家都说, 让蓝忘机自己做主, 写点什么在石壁上都可以。 蓝忘机见大家都让他来写, 也就同意了。 招出灵剑必尘, 蓝忘机飞身而上, 对着山壁挥动起了手中的灵剑。 因为山壁很大, 他要写的内容也不多, 所以每个字都非常的大。 魏无羡站在下面, 仰着头将蓝湛写下的话念了出来。 天地立心, 生明立命, 往圣记绝学, 万事开太平。 修行天地间, 得天地馈赠, 以灵气强身。 当守护黎民苍生, 兼记天下为任。 好, 直到蓝忘机将所有文字用灵剑在山壁刻处, 站在了地上, 大家不由地喝起采来。 蓝忘机落到地上, 魏无羡立马就抱住了他, 满眼都是对蓝湛的喜爱。 蓝湛, 太棒了, 说得好。 他们能够走在一起, 就是有着相同的志向和人生观。 看到蓝湛能够亲手抹除一直以来束缚他的家规, 刻上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 魏无羡的心里是说不出的欢喜, 就算他们现在是无根的亡灵又怎样, 只要他们还拥有彼此, 就有了底气。 众人也下山去看了一趟, 从前山下的彩翼阵还在, 只是已经没有了活人, 街上游荡着的是低阶的走狮。 这些走狮看起来就很不同, 魏无羡出手灭掉了一个走狮, 发现狮身中是没有灵魂的。 被斩杀的走狮化成了一股怨气消散了, 但是,魏无羡明显地感觉到, 四散开来的怨气在缓缓地聚集, 想来用不了多久又会出现一个之前一模一样的走势。 他们这些人, 走在街上并不会被走狮邪碎攻击, 就好像他们也和他们是一样的物种一样。 魏无羡甚至主动去挑衅他们, 那些斜碎对上他们连反击都不会。 蓝景怡悠悠地说道, 要不是我能确定我使用的是灵气, 身上没有怨气, 我都要怀疑自己也是走狮中的一员了。 温若寒字潮道, 用灵气怨气有区别吗? 我们不过也是亡灵复活, 和他们有什么差别? 大概是我们还有记忆。 魏无羡刚刚已经斩杀了一个走狮观察, 现在又逮住一个仔细研究, 他发现, 这就看着是个走狮, 其实上内里是没有意识的, 完全就是由怨气组成的邪物。 难怪说这些斜碎是杀不死的, 这打散的怨气用不了多久就会再度聚集起来, 当然无穷无尽。 魏无羡也试着净化一部分怨气, 将其驱除杂质, 转化成灵气。 不过这些怨气非常的难以转化, 好一会才分解转化了一小部分。 然后, 等到那个被魏无羡斩杀的走狮再次刷出来的时候, 就少了一只手臂。 魏无羡看着那个走狮, 十分的无语。 他努力了半天, 结果就只是把其中一个怪给搞残废了。 看着这满街的斜碎, 相信在更远的地方, 还有着数不清的同样的怪物。 看样子, 公魔对自己的子民真的很看重, 他们的世界没有修真, 世人对修行并不了解。 等到灵气复苏, 他们也不会运用, 但是怨气却能直接对他们造成伤害。 所以, 他们这些从修真小世界遗留下来的人, 就是公魔安排给自己子民的修行启蒙导师。 在外面转了一圈, 大家又回到了云深不知处。 这个世界外面就是一幅人间地狱的景象, 只有云深不知处是唯一的净土了。 回到云深不知处后, 藏色散人和魏长泽一起拜访了净世, 这一家人在多年后次才得以重聚, 大家都感慨颇多。 藏色散人和魏长泽一起拜访了净世, 在一开始和父母相认的时候, 魏无羡的确是很激动。 但是过了那阵子, 他就冷静下来了。 他对父母的期待仅仅剩下了再见一件, 记起他们的样子。 他这一生, 受过了太多的伤, 他已经过了痛了就找父母的年纪了。 学会了自己填底伤口, 学会了和道吕抱团取暖。 藏色散人有满腔的话想要对儿子说, 但是看着儿子的样子, 他突然什么都说不出口了。 儿子已经长大了, 已经过了需要他们的年纪, 他的身边也有了一直陪伴他的人。 滴落地走回自己的住处, 藏色不由地有些后悔, 当初发现自己的夫君没有回来, 他不应该丢下儿子去找夫君。 夫妻一同复死, 丢下孩子一个人受尽了人间疾苦。 藏色不禁想到, 若当初发现不对, 他立即带着儿子远顿, 会不会一切都不一样了? 魏长泽叹了一口气, 他知道妻子心里在想什么。 说实话, 如果是他, 他也会做妻子同样的选择。 所以, 夫妻两心里都充满着愧疚, 他们并不是一对合格的父母。 在看过儿子后, 夫妻两只能黯然地回到自己的住处。 三天转眼就过去了, 当公魔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 他不用问, 也知道了答案。 其实公魔虽然是个新生的天道, 但是他也是有情意的。 是玄迷教会了他许多, 所以玄迷说要和他融合的时候, 他的心里是悲痛的。 但是玄迷的世界已经崩坏了, 玄迷已经没有了求生的意识。 孤魔心中不忍, 在融合的时候, 并没有完全吞噬玄迷的意识。 而是将那些属于玄迷的意识压缩起来, 蕴养在石海中。 等到他的世界度过大劫, 最好是能够顺利升级, 那他就有办法可以将玄迷复活了。 他看得出来, 玄迷的这些孩子都是有情有义的人, 只要他吊个胡萝卜在前面, 他们一定会精尽力的。 自己那个世界关于修行方面, 完全都出自于人们的想象。 虽然说那些想象很多内容都已经符合实际了, 但是还是需要系统的教导。 他们这些人, 每个人的学识都不简单, 身上也有着各自擅长的本事, 用来做启蒙导师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既然大家都答应了要帮忙, 公模便向大家说起自己的打算, 以及这个亚世界是怎么依附于他的世界运行的。 公模的描述, 大家都有点难以理解, 大家都十分地困惑。 因为公模说, 他们这个世界被做成一款游戏, 然后在大家的通讯工具中会出现这样一款什么APP。 然后, 那些人就会以为自己有了奇遇, 遇到了系统。 这是一个学习系统, 他们进入到系统空间进行学习, 在学习之后, 通过考核, 进行升级。 魏无羡有些疑惑, 他问道, 既然是让人进来学习修炼, 那灵气从何而来呢? 这个亚世界的灵气只有那么多。 之前公模也说了, 他的世界要一年以后才会怨气爆发, 灵气复苏。 所以, 他们是没有灵气用来修炼的。 而这个世界的灵气都在他们这些人的身上, 集中在云深不知处, 总不能把他们身上的灵气都送给学生吧。 对于这一点, 公模早就想好了。 这个亚世界除了云深不知处, 外面都是无穷无尽的怨气邪悟。 等到那些进入空间的玩家, 学了他们的本领之后, 就会下山斩杀邪碎。 这就像游戏里打怪一样, 打一个怪就会得到经验, 实际上就是在斩杀邪悟的过程中, 便是在对这些怨气的进化和转化。 这经验值足够了, 便能够换取灵气。 实际上, 就是他们自己转化出来的灵气, 最后被他们自己用上了。 经过公模的解说, 大家不由地对他充满了佩服, 好意招空手套白狼, 自己世界的子民也坑。 这不就是让大家自己去打灵气来最后自己用吗? 辛苦一场, 明明是自己的成果, 最后却弄得好像是他们得到的奖励。 魏无羡心想, 以后那些人最好是一辈子都不知道真相, 不然真的会被他们的天道大人给气死, 就好像是他们自己种了田, 把成果交上去。 然后再将其发下来, 大家还要感激一番, 认为是辛苦后得到的奖励, 却不知这本就是自己应得的。 心里吐槽归吐槽, 大家却默契地没有吭声, 反正是人家公模自己的子民, 他们这些依附公模存活的亡灵, 哪有资格质疑他的决定? 公模的世界里, 这是一个科技兴盛的世界, 这个世界有着一半陆地, 一半海洋, 整片大陆连成一块。 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国家, 那就是钱国。 钱国人都是黑色头发、 黑色眼睛、 黄色皮肤的人种, 这个世界并没有其他发色和肤色的人。 就连魏无羡他们原本的世界, 都有肤色发色、 谋色不同的帆帮之人, 但是这个世界就挺神奇, 只有单一的黑发人。 钱国在早几百年前, 还是帝国制, 到了现在, 已经成了民主制了。 国家的治理并不在某个人的手中, 而是不同的部门各司其职。 又有行政部和军部, 这个国家世界一统, 没有外敌, 所以军部还包含了警方在其中。 两个体系分别有两个领导, 多年下来, 两个体系的关系因为各司其职, 十分地和谐。 前国人的生活因为科技而非常便利, 只是过度地开发, 森林越来越少, 而海洋也受到了污染。 看似和谐的世界, 早就暗潮汹涌。 面对越来越浑浊的空气, 越来越少的绿化, 还有颜色渐渐有了变化的海洋。 已经有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开始呼吁保护大自然。 但是大多数人却觉得这是危言耸听, 甚至认为这些问题并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空气污染了有空气净化器, 水污染了有水源净化器。 科技的作用可以解决大多数的问题, 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这是一个平凡的一天。 早上八点, 有的人出门上班, 有的人带上脑子去上课, 也有人还窝在被子里呼呼大睡。 袁静是个普通的大学生, 昨晚熬夜打游戏上分, 到了早上起来, 寝室里就剩下了他一个人。 拿起手机, 打开RL聊天软件, 在寝室群里把室友们都喷了一顿, 没有喊他去上课。 挂科大家都有责任, 可能是在上课不方便语音, 大家都有文字互喷。 早上只差敲锣打鼓, 也没有将人喊醒, 亏他们还在老师点名的时候帮忙应答了, 这都是错付了。 在RL里和室友进行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唇枪舌战后, 袁静退出聊天界面, 打算打开游戏继续战斗。 咦? 袁静看到手机里多了一个APP, 是一副山水溢镜的图标, 看起来充满了鼓风的味道, 但是下面的名字却是磨到二字, 二者显得格格不入。 袁静歪头想了想, 自己什么时候下了这样一个软件, 看名字, 应该是新出的手游吧。 手游它已经玩过太多了, 现在的手游千篇一律都是一个样子, 好多都是披着游戏的社交平台, 而游戏里想要玩得好, 就得充钱。 充了钱才有好的装备高占力, 当然里面还是时装家园这些。 没有什么大的作用, 只有课金, 才能在游戏里横行。 当然, 在游戏里也只有大老友优先择偶权。 袁静家庭条件一般, 不算多富裕, 也没有多穷, 平时玩游戏买个皮肤还可以, 这种孔雀开屏的游戏, 它也只能混个中层。 所以袁静也没有在意, 随手按住图标, 打算来个一键卸载。 结果点了之后, 直接就进入了家载中跑进度条了。 袁静皱了皱眉, 还以为是按错了, 又点了返回键, 手机界面却一点动静都没有, 进度条还是不紧不慢地往前走着。 我去, 该不会是中毒了吧? 啥玩意啊? 袁静死命地按着手机, 甚至是关机重启都能按了, 却没有任何作用。 眼看这进度条跑到了最后, 袁静骂了句脏话。 想着现在完蛋了, 自己手机里还有自己女神的照片呢, 估计这下要去刷机了。 正要丢下手机, 袁静只觉得眼前白光一闪, 自己就能来到了一个纯白的空间。 你好, 这里是魔道听学系统, 宿主袁静, 是否绑定? 袁静眨了眨眼, 啥魔道? 他虽然不是什么好人, 但是也是在公车上给老奶奶让过坐, 遇上灾难捐款也是很积极的, 他可不想入什么魔道。 所以, 下意识地就摇头, 否否否, 我不要绑定。 但是那个声音却好像没有听到他的话一样, 依然我行我素, 正在绑定中, 10%, 90%, 绑定成功。 袁静狠狠地吐出一口气, 所以你刚刚问我是否绑定是个什么意思? 只是为了收集我的声音吗? 接下来, 袁静只觉得一阵恍惚, 他似乎是进入了一个梦境, 在梦里, 他依然在学校好好的上学。 一年后, 一场覆盖全世界的降雨带来了一变。 当然, 并不是所谓的丧尸末世来临, 但是却比丧尸也好不到哪里去。 通过降雨, 一种黑色的雾气覆盖了整个天空。 这种雾气活人沾染后, 就会变得暴躁易怒, 甚至会突然发狂。 而死去的人吸收了这种雾气, 就有两种结果, 要么是诈尸成为贱人就咬的僵尸, 要么是根本就不要屈窍成为了厉鬼。 看着这样的世界, 所有人都束手无策, 鬼怪的出现颠覆了所有人的认知。 一开始的僵尸, 科学家认为这是一种病毒。 但是这个世界厉鬼横行后, 这种可怕的黑雾 就不再是什么未知的病毒了。 人们给这种雾气取了很多名字, 说是什么戾气、 阴气、 魔气、 怨气的都有。 本以为这个世界要被覆灭了, 但是却又有一日, 一股氢气冲天而起, 和黑气斗在一处。 但是这个世界的人 并不会运用那氢气, 只能看着黑雾不断地污染世界, 世间厉鬼越来越多, 到后来, 氢气渐渐地越来越少。 整个前国成了一片人间地狱。 打了个寒颤, 从梦境中清醒过来, 袁静发现自己依然还在这个空间里, 他捏了自己大腿一下, 木暮的感觉, 不像是实体。 想起那个梦境, 妖魔鬼怪横行, 袁静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才想到刚刚听到这个系统叫什么魔道听学系统。 怀着是一室的心态, 袁静喊一声, 系统, 在吗? 我在。 很机械的声音, 就跟手机里的小爱同学等等那样的人工智障一样。 这是个什么系统, 做什么的? 你好, 宿主, 这是魔道听学系统。 宿主绑定系统后, 将进入系统空间, 云深部之处学院进行学习。 学习成绩合格, 将得到奖励。 成绩不合格, 将会受到惩罚。 啊! 听到系统这么说, 袁静只觉得眼前一黑。 他今年刚刚大一, 从紧张的高三来到大学后, 学习模式的突然转换让他堕落了。 成天的打游戏出去玩, 就是不好好上课。 这猛然听到又要学习, 不好好学还会受到惩罚, 就让他想到了昏天黑地的高三。 不过袁静同学还是想到了关键问题, 学的是什么? 系统, 因为一年后, 怨气四变, 灵气复苏。 学院教导的是如何控制怨气, 使用灵气。 想到在梦境里看到的那些场景, 袁静不由的有些恐慌, 是真的吗? 一年后真的会变成那样吗? 为什么是我啊? 我不要做救世主啊。 系统的声音响起, 袁静觉得自己听到了满满的嘲讽, 宿主放心, 听学的并不是只有宿主一人, 第一期听学人员只是拥有最好天赋资质的人。 袁静觉得自己有点扫得慌, 系统的言下之意, 他听出来了。 他最多就是资质好点, 所以能先走一步, 至于救世主, 他还不够格。 袁静善善地笑了一下, 突然反应过来, 灵气怨气。 是不是说我去学的, 其实是修真? 就是小说里修炼后, 能够遇见飞行, 呼风唤雨那种。 系统顿了一下, 嗯, 到了后期, 的确是能够遇见飞行, 前提是你, 能够拿找到材料, 炼制零件。 在绑定系统后, 本来这是应该是藏着的, 但是系统又说, 这第一批人, 都是资质最好最有天赋的人。 看样子, 这人数应该不会少。 所以, 就有人在网上热门平台发布了消息, 声称自己绑定了系统。 系统预言一年后, 怨气肆虐灵气复苏, 而系统会提前对有天赋者进行教导, 大概的意思就是学习修仙。 这样的帖子一发出来, 一开始还有人当成是有人异想, 或者是出了个什么脑洞打算写小说。 但是很快, 这个帖子的下面就出现了很多画风奇怪的评论。 越来越多的人出来说自己也遇到了系统。 一开始还以为这样的奇遇只有自己一个, 后来通过系统才知道自己并不是唯一, 所以想找一下组织。 微博上很快就出现了很多的群, 群里基本都是得到系统绑定的人。 而这件事也引起了国家的重视。 因为绑定系统的人不只是普通人中出现了。 行政部和军部都有出现, 国家也迅速行动起来, 对声称绑定系统的人进行统计。 如果是很少的人拥有系统, 可能他们还不敢声张, 害怕被人拉去做研究。 但是现在看来, 得到系统的人太多了, 所有这国家进行统计并不会被忌惮。 而有了国家做后盾, 这些获得系统绑定的人反而还充满了安全感。 很快, 各个城市, 这些天选之人就被集中到了一起。 因为系统说了, 这学习是有固定时间的, 基本上在系统中是进行统一学习的。 算起来, 第一批学员大概有五万多人。 前国大概有六百多个市级城市, 平均下来, 每个市大概有七八十人。 这些人中, 基本上都是十五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人。 七八十人是平均数, 有的城市这样的人要多些。 有的城市甚至只有两三个人。 这里就很能看出百姓对前国的认可和信任。 在云深部之处还没正式开学, 而这些人已经被国家集中起来了。 陈夭夭也是被选中的其中一员。 国家在做统计的时候, 他原本是不敢出头的, 可能是小说看多了吧, 他就怕被拉去做了研究。 不过, 从报道中看到, 像他这样被系统绑定的人有很多, 大概有几万人, 就算国家研究, 这么多人也不会对他们怎么样。 在家人的劝说下, 陈夭夭还是上报了, 然后就被带到了军队, 在这里, 他看到了很多和他一样的人。 研究发现, 他们进入系统孔空间的时候, 身体是进入沉睡的, 只是意识进入系统, 而身体还在外面。 经过调查, 所有的入选成员都是在同一天开始上课。 到了3月15这一天, 军营里, 原本的大礼堂已经全部清空, 摆着的都是一排排的全身按摩椅, 可以斜靠, 也可以平躺。 每个椅子之间都有间隔, 旁边还有一些监测心率或电波, 以及吸氧仪等等的仪器, 每个人都配备一名助理, 随时监测入选人员的身体状况。 早上, 大家都吃了特意调配的营养餐, 到时间后, 所有人都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陈夭夭所在的这个城市, 人不算最多的, 但是也有那四五十人。 军营的大礼堂装下他们四五十人, 加上那些仪器, 差点不够用, 也就将将安置下这么多人。 坐到自己的位置上的时候, 陈夭夭还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今天的早餐太好吃了, 但是是定量的, 她甚至觉得自己没有吃饱。 很快, 她的手机就收到消息, 提醒她准备进入系统空间。 这个系统一开始是从手机上出现的。 但是到了后来, 基本上, 手机上的软件就只起到一个日程提示的作用了, 和其他普通软件并没有什么不同。 很快, 众人就闭上了眼睛, 意识进入到了系统空间。 那些工作人员也开始忙碌起来。 安装监测仪器, 随时注意这些人员的状态, 在这些人进入意识空间后, 脑电波进入一个很轻微的波动, 和躺了很多年的植物人差不多。 不过这些工作人员并不大惊小怪, 因为之前已经研究过了, 在进入系统空间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情况, 就好像人的魂魄不在身体中一样。 陈幽幽也进入到了系统空间, 然后被传送到另一个古朴的山门前。 这里就是他们要就读的云深不知处学院。 陈幽幽跟着系统的语音提示, 一路来到一个叫蓝室的地方。 走进蓝室, 陈幽幽发现, 这个蓝室并不大, 进入其中的学员也只有二十人的样子。 陈幽幽心里还在奇怪, 不是说有好几万人吗? 怎么就能二十个人? 还有那些跟他一起进入系统空间的人去哪儿了? 走进教室, 系统就给他分配了学号, 陈幽幽看了一下, 他的学号是0620线08。 不知道这个0620线是个什么意思? 他侧头问了一下旁边的同学, 然后大家听到后都小小地讨论了一下, 此时在座的, 学号全部都是0620线。 他们二十人从01号到20号。 有个人提出, 你们说, 这会不会就像是游戏那样, 分成的许多线。 像我们这样, 一线空间只有二十个人。 我听说有那五万人呢, 这线号有那四位数, 应该有那二千多线吧。 众人还在猜测, 就听到一声幽远的钟声响起, 钟声就像是敲在了所有人的心上, 顿时大家都安静了下来。 这个时候, 身后响起了脚步上, 大家一回头, 就见一群宽秀长袍做古人打扮的人走了进来。 在场的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些人都是神仙吗? 可以说是男的俊女的量, 随便一个拉出来都能吊打现在的明星。 众人平住呼吸, 看着这一行人走到了蓝室的最前面。 只见一个身形高大, 很有威严, 身着红袍的男子站了出来。 大家好, 我是温若寒, 欢迎进入云深不知处学习。 以后, 我管理所有人的考核。 希望你们认真学习, 考核不合格, 落在我手里, 可不好玩。 温若寒呲哑笑了一下, 吓得下面的人不约而同地打了个寒战。 因为温若寒的威严是最重的, 所以温若寒最先出来跟大家说话, 给了大家一个下马威。 效果不错, 的确让所有人都吓到了。 同时, 同学们也给温若寒定位了一个教导主任的位置。 接下来出来说话的就是蓝忘机, 他这人除了在魏无羡面前, 其他人面前向来高冷。 这一开口, 犹如冰切碎玉。 大家好, 我是蓝忘机, 院长。 魏无羡笑眯眯地站了出来, 你们好, 蓝忘机呢, 是我的道旅。 你们可以叫他韩光君。 我是魏无羡。 之后, 严玲, 魏长泽, 藏色散人, 温情等等其他人, 都出来给大家做了个自我介绍, 也给大家介绍了自己以后的要教学的方向。 因为学生太多, 上面的老师也没有让大家自我介绍的意思。 让所有人都认识他们后, 这些老师就离开了蓝室, 只留下了一个蓝丝锥。 蓝丝锥是一位温润如玉的翩翩公子形象。 他一身白衣, 头戴抹额, 往那里一站, 无数少年少女都为之心动。 好了, 大家都认识了学院的老师, 以后大家也会有机会与各位老师相处。 现在, 我们开始第一堂课。 想要修炼, 首先就得了解自身。 修行, 以灵气入经脉, 这何为经脉? 蓝丝锥也不啰嗦, 上来就直接进入了正题, 为学生科普起了经脉的知识。 这边, 因为第一天开学, 还没轮到其他人的教学, 大家也都各自散去了。 不教学的时候, 大家还是很自在的。 要怎么教导这些毫无基础的学生, 大家早就商量好了。 各司其职, 暗序排班, 并不会因为学生过多而混乱。 魏无羡牵着蓝战的手, 两人一起往静视的方向走去。 蓝战, 想不到我们有一天, 居然又开始做老师了。 以前在云深不知处住着的时候, 偶尔他也会帮蓝战带课。 虽然蓝先生不怎么待见他, 但是他的教学还是不错的。 蓝启仁也曾听过魏无羡讲课, 他讲课生动有趣, 学生能够听得进去, 又能够听懂感兴趣, 学习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蓝旺鸡就更别说了, 在蓝家, 他不但要帮忙处理宗务, 还是时常要给弟子上课, 可以说是非常的繁忙了。 两人对做老师倒别人并不抵触, 在他们看来, 他们都是以死之人。 能够再度团聚, 对他们来说, 就已经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了。 就算付出些劳动, 都是他们赚到了。 开始的基础课程, 就有两个小辈来教, 说起来, 这些人中, 就只有蓝丝锥和蓝锦仪的辈分最小了。 望线两人回到静市, 他们其实是不用吃饭的, 但是, 公模对他们的待遇还是不错的, 一些日常的东西也会送来。 静市后面有个小厨房,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多年, 也习惯了像正常人一样一日三餐。 虽然肚子不会饿, 但是不吃东西总觉得的缺点什么? 两人没事的时候, 就一起到厨房忙碌, 整上一桌子饭菜慢慢品尝, 似乎是通过吃饭来彰显他们依然是活人。 两人也不着急, 相互配合地做出一桌饭菜, 吃过饭之后, 去了书房, 学习以及整理接下来的教案。 因为这个世界, 他们并不了解, 所以公模也给他们送来了关于这个世界的资料。 这段时间, 大家都在学习新世界的知识。 这个世界一开始就没有灵气, 所以, 虽然神话传说很多, 但是他们的认知体系更加偏向于唯物主义。 他们把力量的转化运用研究到了极致。 当然, 这个所谓的力量跟他们这些修仙者认知的力量是不同的。 魏无羡在学习这个新世界的学科的时候, 比如说物理学的时候, 他的灵感就像是火山喷发一般, 一发不可收拾。 他觉得, 虽然这个世界是没有半点的旋利色彩, 但是人的脑子也运用到了极致。 他之前一直就想制作一个厉害的飞行器来, 但是光是运用灵气的话, 这样的消耗也太大了, 但是看到这个世界的飞机, 热气球等等, 简直是让他脑洞大开。 要不是还要教学, 魏无羡就想关起门来搞研究了。 不过, 现在时间还算充裕, 一边教书, 一边做点小实验也行。 他得知这个世界人人都会读书, 而且还有不同的专业, 一些想法从他脑海里一闪而过, 快得他都没有抓住。 学院的老师们在第一天出来露个面之后, 之后除了上课的时间, 很少能看到人。 大家也进入到很紧张的学习中, 因为之前系统就预言了, 一年后世界就会发生一变, 留给他们的时间并不多。 所以, 这些老师们商量过后, 决定前期基础进行填压式教学。 天道给他们的资料里, 已经说明了这是一整个国家, 民众有国家领导人公平公正地进行管理。 这个世界还有着神奇的网络系统, 就是在任何一个地方, 都可以和相隔万里的朋友通话见面。 国家传达某些消息的时候, 也可以通过网络, 时时地让所有人都看到, 其相差时间甚至不超过几细。 所以, 他们就想到了一点。 整个国家有几十亿人口, 但是这第一批人才几万人, 他们不可能教每个人。 那样的话, 不但时间来不及, 就算把他们累死, 也不可能完成任务。 所有这五万人, 不但是先驱者, 也是传承者。 蓝丝追和蓝景仪两个小辈教导基础知识的时候, 一点都不怕他们的教学内容同学会记不住。 只要将课程讲解完整, 将其中的意识拆开了揉碎了讲清楚, 其余的问题就不是他们所操心的了。 果然, 这些人的系统都有录像功能, 第一堂课的内容很快就公布在了网上。 整个国家的人都在学习这些课程。 就算是这五万人中, 有人还不会, 记不住的, 多看几遍视频回放。 并且都是一起学习的年轻人。 再笨的, 也都学得有模有样。 一周后, 通过一周的填鸭式教学, 温若涵毫不客气地编写了非常有难度, 并且囊括这一周的所有教学内容的考试测验。 陈幺幺, 袁静这些人经过一个星期高强度的学习, 一个个地仿佛又梦回黑色高三时期。 之前就说好温若涵管理考试, 所以他对教学进度也是很了解的。 这编写的考题也是非常的严谨了。 基本上就是学生猛地看到考题一个个叫苦连天, 但是放下试卷, 沉下心来认真做也能做成来的程度。 就连魏无羡看了考题之后都感叹, 当年他在蓝氏听学的时候, 幸亏不是温若涵出题, 不然他都要挠头了。 不过这这批学生还是很不错的, 温若涵出的考题在魏无羡来看, 他听学的那个时候都不能保证他们这些修真原住民能够全部合格。 但是这五万人也是下了苦功夫的, 居然没有一个不合格, 可以说是让人相当满意了。 进行这种填鸭式的教育的私追和景仪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没有误人子弟就好。 在快速地进行了修行基础的科普后, 魏无羡就出场了。 他要跟同学们讲的便是怨气。 魏无羡站台上的时候, 同学们都不淡定了。 之前虽然都见过这些老师, 但是那也只是惊鸿一瞥。 蓝丝锥和蓝景仪就已经长得够俊朗的了。 而这个魏无羡魏先生的相貌更是绝顶盛世美颜。 不过大家都还记得魏先生说他和院长蓝忘机是道理, 那位院长的形貌也是绝了。 大概也就只有魏无羡能够与他匹配了, 不然谁和他一起都感觉被糟蹋了。 这道理在修行界应该就是夫妻的意思吧。 想不到这修行界也这么开明, 对于同性之间居然也能这么坦然。 记得那天先生们介绍自己的时候, 还有两夫妻是魏无羡的亲生父母呢? 同学们心里有想法, 却不敢表现到面上来。 别看魏无羡面上笑眯眯的, 看起来温柔又随和,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魏无羡身上有股让人害怕的威慑力。 他讲课的声音并不大, 但是大家都听得很认真, 大家好, 想必你们之前已经认识我了, 我叫魏无羡, 现在由我来给大家讲课。 我今天要为大家讲的呢? 不是别的, 是怨气。 有没有同学来告诉我, 你们理解的怨气是什么? 魏无羡翻了翻讲台上的名册, 知道了大概的排序号, 便开口道, 请0620线08号的同学来回答一下, 你理解的怨气是什么? 陈妖妖没想到, 先生第一个抽到回答问题的同学, 就抽到了自己, 他在心里尖叫, 啊, 这运气可以去买彩票了。 陈妖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在前方位无羡眼中, 下面二十个看不清楚脸的学生, 突然有一个学生站了起来, 渐渐地显现出一个女生的样貌来。 陈妖妖有点紧张, 她也知道, 此时的她正被五万人盯着, 她略作思考, 开口回答刚刚先生问的问题。 回先生的话, 怨气这个词我们日常用的挺多的, 比如说, 八点要起来上班, 我一肚子地怨气。 这话一说, 不少同学都在下面笑了起来。 陈妖妖接着说, 还有我们平时看的鬼片, 那些惨死横死的人, 死后怨气不散, 最终成为厉鬼, 所以我理解的就是, 怨气可能是人死后产生的不好的气息。 魏无羡点点头, 嗯, 同学你坐下。 很多时候呢, 大家都认为怨气是人所产生的, 心里不如意, 产生了怨气, 或者说, 人死之后产生怨气。 其实这些说法都正确, 但是也不完全正确。 人体的确会产生怨气, 比如说, 不顺心不如意, 就会生出怨气来。 但是, 这个怨气的含量几乎是微乎其微, 最严重的情况也不过是让人气出病来。 但是, 人死之后, 这产生的怨气就不一样了。 这人若是正常的死亡, 并不会产生多少怨气。 正如这位同学说的, 横死惨死的人, 身体中产生的怨气就多了。 但是, 这人生前的时候, 身体里并没有力量, 那这怨气从何而来呢? 到这里, 我们就要提到另外一种气息, 灵气。 大家应该也都听说了, 一年后天地一变, 怨气爆发, 灵气复苏。 所以, 就认为, 你们现在生活的世界是没有怨气和灵气的。 其实, 我们生活的世界中, 灵气和怨气都是无处不在的。 但是数量的不同, 也造成了世界的发展不同。 比如你们之前的世界, 灵气稀少到不能被察觉的程度。 所以, 整个世界都没人知道灵气的存在。 而我之前的世界, 灵气的存在能够别人察觉, 被人吸收利用, 这就创造出来修行者, 吸收灵气, 强化自身, 为无限对着学生们侃侃而谈, 而下方的同学们也听入了谜。 同时, 大家对自己的世界也有了新的认识。 对未来的所谓怨气爆发和灵气复苏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同时, 他们也了解到了怨气和灵气的关系, 知道了灵怨失衡的危害。 关于这一点, 是魏无限特意强调了的。 在这些同学学习的最开始, 就让他们意识到怨气的危害性。 这是一堂让同学们印象非常深刻的课程, 不但因为魏无限的相貌绝顶。 还有他讲课的生动趣味性, 同学们也意识到了魏无限的强大。 了解了灵气怨气之后, 蓝忘机也进入课堂。 开始让同学们学着炼气入体, 这是修行的第一步, 吸收灵气进入经脉进行炼化。 云深不知处这里的灵气还是很充裕的。 五万人同时盘坐, 认真地感应空气中的灵气, 试着将灵气引导到经脉中, 按照既定的路线运行。 看着云深不知处的灵气 肉眼可见地减少到稀薄, 其他的先生看着不由地面露担忧。 这个亚世界他们早就查看过了。 除了云深不知处, 外面都是无穷无尽的怨气, 感觉公魔是把那个破碎的世界 所有的怨气都给圈了进来。 而这些少得可怜的灵气, 也只能保持云深不知处 成为一个灵气充盈的伏地, 范围之外是多一分都没有。 这五万人, 不亏是天之骄子呢, 很快最后一个人 也成功地引气入体, 云深不知处的灵气 几乎被吸收殆尽。 大家对于能够成功地进入修行, 倒是没有注意到先生们担忧的脸色, 只顾着兴奋地和同学交流了。 今天又有魏无羡的课, 还是继续给大家讲解怨气, 不过魏无羡来到课堂上, 就感觉到气氛十分地低迷。 这是怎么了? 底下的同学们都不吭声。 魏无羡耸耸肩, 直接点了一串数字把人喊起来, 你来说说怎么回事。 那同学是个中二少年, 见先生教导他, 也不慌张, 先生, 昨日我们跟着韩光君学了引气入体, 魏无羡点点头, 嗯? 怎么? 没成功吗? 不用急躁, 多试几次就行了。 你们的资质天赋都是最好的, 肯定能够成功入门的。 那学生, 先生, 我们都成功了, 引气入体, 体验了一次灵气在经脉中运行的感觉。 魏无羡, 这不是好事吗? 为何不高兴? 学生, 我们都是意识体进入, 出去后, 身体里并没有灵力留下, 外界也吸收不到灵气。 魏无羡理所当然地说道, 这很正常啊, 你们这么多人, 一人一口灵气, 我这云深不知处还要不要了? 你们那个世界要等到一年后才会有灵气的存在, 才能够正式地进入修行。 啊, 底下的同学们哀嚎一片, 魏无羡的目光带着脚霞, 不过呢, 我有办法让你们提前获得灵力, 早人一步进入修士的行列。 真的吗? 先生, 魏无羡, 当然是真的了, 我作为你们的先生, 难道还会骗你们不成? 魏无羡正了正神色, 好了, 大家都打起精神来, 好好听课。 我来教你们如何获得灵气, 可以带出去让身体吸收的灵气。 魏无羡这样说, 大家都打起精神来, 认真的听着魏无羡讲课。 魏无羡给大家讲的并不是轨道, 但是却是他的经验之谈。 如何在没有灵力的情况下, 利用现有的条件斩杀邪碎? 一开始, 同学们并不知道要去斩杀邪碎的意义。 当得知将邪碎斩杀后, 邪碎会化作怨气, 而将这些怨气提纯分离出杂质, 再用特殊的符咒转换, 就能从怨气中转化出少量的灵气。 这个灵气是能够被意识带出空间, 进入自己的身体的。 引气入体需要的灵气并不多, 魏无羡还特意下山去给同学们测试了一下。 只要斩杀十个邪碎, 就能提取一个人引气入体需要的灵气了。 斩杀十个邪碎被处理后, 大概也只能再复活九个邪碎的样子。 所以这些学生想要获得灵气, 每个人都需要斩杀山下最少十个走势, 同时还需要带上符咒转化灵气。 他们现在还没有灵力, 现阶段除了单纯地用体力去斩杀走势, 唯一能够借助的也只有符咒了。 不过这些少年人并不慌, 他们这个年纪, 谁没看过末世小说, 谁没看过《丧尸围城》的电影。 这走势大概跟《丧尸》也差不多吧。 唯一的区别大概就是走势是人死才转化的, 被抓伤咬伤只会中尸毒, 而不会立马就变成丧尸。 大家对于要去山上杀丧尸, 呃,不是,是走势, 都有些跃跃欲试。 不过现阶段大概是去不了了。 温宁小星辰宋子称三人叫的是剑术和剑术, 是不用坐在课堂上, 而是要去教场练习的。 他们发现, 这些少年人对于体术基本是毫无基础, 只有少数的军人身体素质要强上一些。 这些少年普遍都缺乏锻炼, 跑都跑不起来。 别说杀走尸了, 走尸都比他跑得快, 现在下山就是送菜。 真正能够完成斩杀十个走尸任务的, 大概是这五万人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军人。 其他人就被温宁三人狠狠地操练了起来。 等到他们从系统回到现实后, 然后又被军队的人要求锻炼, 之前昏天黑地的血, 现在是暗无天日的锻炼。 很苦很累,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退缩, 因为在被系统选择的时候, 这些人就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同。 他们比普通人更加的优秀, 就是现在的日子非常的累, 但是每天依然有无数人关注他们, 羡慕他们。 如果这个时候因为苦因为累就放弃, 大概全国人民都要把他们骂到祖坟生烟, 他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只要练不死, 就往死里练。 这五万人中, 有一部分的军人并不像普通人那样, 对于斩杀走失还是有把握的。 现在大家都在练习, 其实有点拖慢了这一部分人的进度。 军方在商量过后, 也下达了指令, 看能不能和系统里的先生商量一下, 提前下山斩杀走失。 一开始, 他们包括很多获得系统亲眼见过先生的这些人, 他们将先生都当成是NPC, 认为他们只是智能。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发现, 这些先生每一个都有着极高的智慧, 性格不同, 有着完整的逻辑思维。 不少的心理学家什么专家的, 每天都在研究这些先生的语言行为。 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 这些先生肯定不是智能。 他们更像是有血有肉的活人, 只是不知为何进入了系统, 成为了他们的老师。 军方的人得出结论后认为, 这些先生是可以沟通的。 穆斯是一位特种兵战士, 曾经参与过多次实战, 亲手擒获多名犯罪分子, 是真正杀过人的铁血军人。 他被系统选中, 就离开了所在的部队, 跟着普通人被统一管理。 在这五万人中, 军人也有不少, 但是他应该是体能最厉害的那一波。 在接到指令后, 穆斯一点都不意外, 军部的人也想让人早一步修行, 研究研究这系统所谓的修行, 到底是不是真的? 之前见五万人都引气入体, 但是出来却一场空, 所有人都很失望。 现在有了办法, 国家方面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 这天, 魏无县在课堂上教授大家画符。 在课间休息的时候, 就见到一个同学站了起来, 一步一步地走到了魏无县面前。 先生你好, 我是0601县04号学员穆斯。 魏无县点点头, 你好, 有什么事吗? 先生, 我想带着一部分人下山斩杀走尸可以吗? 魏无县皱了皱眉头, 走尸很危险, 你们有把握吗? 魏无县现场考笑了穆斯一番, 这段时间他都在教导大家符纸的画法。 这是他创造出来的特殊符纸。 这种符皱是不用灵力的, 而是用特殊的符纹带动灵气。 即使画符的人并没有灵力, 也不打紧, 只要方法对了, 照样能够使用。 这还是魏无县当初在乱葬岗的时候, 创造出来的特殊方法。 现在他毫无保留地把这些方法都交给了大家。 有聚集怨气的符咒, 也就转化怨气的符咒, 还有收集灵气的符咒。 下山去斩杀邪碎, 这三种符咒缺一不可。 魏无县检查了穆斯画出来的符咒, 确实是可以使用的。 然后他便让穆斯把那些打算提前下山的人都叫到教场去, 打算考考大家的体能。 来到教场, 还遇到温宁几人。 温宁最近正在跟小星辰切磋剑术呢, 见到魏无县带着一大群人过来, 吓了一跳。 疑问才知道是有学生打算要提前下山了。 再看看跟来的学生, 温宁居然有印象。 五万人很多, 但是这些人在锻炼体能的时候就非常的突出。 所以, 教场的几位先生对他们也是有些眼熟的。 虽然这些军人对剑术之类的不怎么擅长, 但是单纯的打斗还是很不错的, 在秦拿方面就非常的拿手。 魏无县在看了几人的对打后, 也出言指点了几句。 他们要杀的是走尸, 出手就要冲着脑袋一击毙命去的, 和军人秦拿罪犯还是有区别的。 在检验了一番后, 魏无县就做主同意了他们要下山斩杀邪碎的要求。 不过魏无县还是很负责任的, 他决定亲自跟着下山一趟, 在旁边看着点大家。 这部分军人大概有两百来人。 听说学生第一次下山除碎, 几位没课的先生也来了, 都表示要跟着去看热闹。 魏无县给蓝丝追发了信, 让他帮他上一下课。 又给蓝湛发了信, 叫他一起下山去玩, 看人除碎。 学员们, 先生, 你礼貌吗? 礼貌不礼貌, 魏无县不知道, 他拉着蓝望鸡一起, 开开心心地下山。 与脸上带着紧张的学员比起来, 两人就像是去游玩的。 学员们都有些紧张, 毕竟这是他们第一次面对这种非自然的怪物。 对待罪犯的时候还好, 但是这种不能用科学解释超出他们认知的就有点抓瞎了。 穆斯也看出来的大家都很紧张的样子, 再看看他们那悠哉悠哉一路秀恩爱的恩师, 他心里好像也没有那么慌了。 他小声地跟身边的战友说道, 大家别紧张, 看看先生, 吃点狗粮, 是不是就没什么感觉了。 他的声音虽然小, 但是逃不过修饰的耳朵, 魏无县和蓝望鸡两人身体一顿, 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走着。 魏无县甚至还故意似的, 身体与蓝望鸡靠得更近了。 要不是他父母诗书的都在场, 他可能都跳到蓝战备上去了。 他以前和蓝战在外叶列, 经常走累了都是蓝战背着。 他的身体不好, 但是又喜欢往外跑, 很多时候都是蓝战背着他。 现在到了这里, 虽然他们都是死过一次的人, 但是能有机会再次团聚, 甚至舍不得让对方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 学员们中, 其实一开始有些人并不能理解同性之间产生感情, 俗称直男, 但是看到望线后, 却感觉到, 好像也不是不可以。 关键是魏先生和蓝先生两个人太过般配了, 换个人来都觉得是亵渎。 天上地下望线最配。 有了狗粮称宝的感觉, 大家也不觉得紧张了。 一路说说笑笑地下了山, 虽然这山下到处都是邪碎, 但是这山路上还是没有什么的。 再加上有个魏无羡同行, 这夷灵老祖的名头可不是说着玩的。 他的灵魂对邪碎自带威慑力。 魏无羡没有收敛气息的话, 就算有偶然误入山中的邪碎, 也早就望风而逃了。 一路顺顺利利地走到彩衣镇外, 曾经繁华的彩衣镇值剩下了残缘断壁, 镇外的路口上, 一块大大的石头上, 刻着彩衣镇三个大字。 据说还是兰家某一代的宗主亲自刻下的呢。 大家停在镇子外面, 魏无羡上前, 好了, 等一下我会把气息收敛起来, 邪碎闻到生人气息很快就会出来。 这里面的邪碎不少, 你们不要分开行动, 最好能够合作。 魏无羡还想说点什么, 但是想到这些人都是军人, 想来最擅长的便是团结合作。 他或许不用多说, 人家也会做得很好。 他们这些先生只要在旁边看着, 别出什么差错就好。 挥了挥手, 魏无羡说道, 好了, 准备了, 我相信你们能够交出一个满意的答卷的。 只见他随意地在自己身上点了点, 没有什么光效, 但是魏无羡动作之后, 之前安静地像一座死城的彩翼阵突然就变得喧嚣起来。 如同野兽一般的嘶吼声, 此起彼伏, 就好像在庆祝那个吓得他们不敢出声的煞神终于离开了一般。 煞神没有离开, 煞神只是藏起来了, 正带着一帮小蒙新王彩衣镇里面走呢。 闻到生人的气息, 这些无所事事, 差点咸死的邪碎们突然被打了鸡血, 一个个地兴奋起来。 远远地就看到一片黑压压的人群直奔而来, 猛地看去, 还真有点电影里丧尸围城的感觉了。 大家的手心里不自由地涌出了汗水, 慕斯抬起手臂, 眼神专注地盯着前方, 准备, 行动。 话音刚落, 众人便嗷嗷叫着冲了上去。 魏无羡等人嘴角带笑, 这群年轻人啊, 还真是活力无限呢。 轻松地跳到还完好的房屋顶上, 几位先生手中都拿着零件, 注意着底下的情况, 随时打算救助底下遇到险情的学员。 这些学员的表现出乎意料的好, 虽然一开始大家都有些紧张, 但是真的上了战场, 他们的眼里就只有敌人了。 这些军人都是经过了严格的训练的, 几人一对, 互相配合, 体力更强地在最前方作为前锋, 侧翼分别有两人做掩护, 后面还有断后之人, 体能稍微差一些的, 就在中间的位置做好善后的工作。 斩杀了的邪碎倒下后, 就会消散成怨气, 这个时候必须要有人及时把怨气收集起来, 不然就算他们杀得走失, 再多也是做白用功。 带着同学们回到云深不知处, 蓝忘机带着大家去了明世, 每个同学的身上都带着几张疾怨符。 在斜碎被杀死后, 怨气四散, 他们能够收集到的不多。 但是, 架不住这群学员的勇猛, 每个人平均下来, 斩杀的走失远远超过了十个。 也就是说, 等到他们将怨气驱除杂志, 然后转化成灵气后, 不但能够成功地引气入体, 甚至还有多余的灵气, 让他们更进一步。 在后续的净化怨气, 转化为灵气这些程序。 魏无羡没有帮忙, 而是全程看着学员动手, 他只在旁边出言指导。 要说不夸是卷出来的五万精英呢? 大家的理论, 知识都学得很是扎实, 在实践动手的时候, 脑子里有东西。 知道要怎么做, 一步一步地按程序走, 基本不会出什么问题。 最后, 同学们终于得到了 可以让他们吸收的灵气, 而这个灵气也被他们再次用来引气入体。 有几个天赋更高的, 在充足的灵气下, 甚至直接从炼气一层 进入到了炼气第二层。 进入炼气气, 就表示踏入了修行的行列。 身体素质也会因为灵力的事使用而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等到穆斯等人从系统空间中回到现实世界, 就察觉到意识中的灵力被带到了身体中, 它们在现实中也成了炼气气修饰。 经过测试, 进入炼气气后, 人的力量、反应能力等等都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特别是进入炼气二层的学员, 身体上的一些小毛病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消失。 比如说眼睛近视, 或者说脸上长痘, 这样那样的一些小毛病消失了, 连颜值似乎都提升了很多。 他们的这个情况不但是全国人民眼热, 就连剩下的那几万学员也羡慕极了。 一个个地锻炼起来, 更像不要命了一般。 从系统出来后, 更是拉着那些军人请求他们教导要怎么去杀走尸。 学员们再一次卷起来, 相信不用多久, 踩一阵的邪碎们就会迎来灭顶之灾。 从第一次斩杀邪碎成功后, 这批军人学员在上完固定的课程后, 也会继续组队下山猎杀走失来获取日常修炼用的灵器。 他们的修为飞快地往上增长。 这样一来, 可急坏了其他学员, 人家都入门了, 他们还在锻炼体能, 相差简直不要太大。 时间紧, 任务重, 学员们也都有一种紧迫感。 系统预言的时间是一年后, 现在都两个月了, 他们还没有入门。 学员中就算是那些原本娇滴滴的女学员, 也咬牙拼命地锻炼身体, 不但在系统空间里练, 出来后还要加练。 天天都在练习杀人砍头的技巧, 得亏国家还安排了心理疏导专家随时给大家放松。 不然如此大的压力下, 有些学员非得崩溃不可。 在两个月高强度的锻炼后, 这些学员就好像是入伍的新兵, 在经历了新兵训练营后, 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 五万学员的进度有快有慢, 前国行政部和军部研究后决定, 让这两百多的军人带着大家分批行动。 他们发现进入练习期后, 体能提高很多。 这些学员体能上不去, 就杀不了走失, 杀不了走失就没有灵力吸收, 体能又上不去。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死结。 现在有了先锋者, 只要这两百多人分批带着同学一起下山, 协助保护他们杀走失取灵气就行。 对于学员们的这些的形式, 先生们并不反对。 不过学员们每次下山都需要跟学院的先生报备。 每次下山, 都会有至少一个先生跟队, 也不拘是谁, 谁有空谁就去。 也不用出手, 只要看着不出什么大问题就好。 普通学员也陆陆续续地下山, 在先生们的守护下, 开始了打怪日常。 他们甚至调侃这种模式就跟游戏是一样的。 打怪然后捡经验。 等到打怪足够多了, 经验足够了, 就能升级了。 未无限他们知道后, 倒是有些差异这些学员的乐观。 再想想他们那个世界的有些先门弟子, 味道嘴边的灵气都懒得吃, 命运只醉金迷, 就是不好好努力修炼。 这些学员的修炼条件明明那么艰苦, 他们却乐此不疲, 还能苦中作乐。 他们甚至没有听到过哪个人叫苦叫累。 有时候有的学员受伤了, 虽然是意识不适身体, 但是也是损伤不小。 但是到了第二天, 又能生龙活虎。 云深不知处的先生们, 常常被这些学员的乐观向上而感动。 他们从学员身上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再有系统这件事后, 国家也渐渐地反应过来。 其实早就有了不少的端倪, 这一两年来, 全国灾难频发。 不是干旱, 就是洪涝。 甚至去年一年, 全国多处发生地震。 同时也发现了不少的变异物种。 国家一开始对这些灾难是不理解的, 现在有了系统的预言, 也开始了行动。 比如说, 开始建立安全基地。 原本的城市都是开放式的, 而现在各处都在建立城墙。 建造庇护所, 开设全民健身行动。 现在国家各处都忙着搞建设, 建基地筑高墙。 为着一年后的天地一变做准备。 他们这五万人是先行者, 所以必须要抓紧时间。 学院的老师们, 哪怕是辈分最小的蓝丝锥和蓝景仪, 他们死亡的时候都已经不年轻了。 面对这些努力的, 活力无限的年轻人, 他们无疑是动容的。 这个世界跟他们的世界完全不一样。 听学员说, 他们是隶属于一个国家。 全民的心往一处时, 并不是表现在这件事上, 之前还有许多这样的例子。 不管是哪里出现了灾难, 一方有难八方之源, 众志成成, 万众一新。 严林道长曾感慨地说道, 或许我们修饰的觉悟还不如这些普通人。 温若寒, 是啊, 或许他们没有强大的能量。 没有谁单独地强大, 但是却懂得团结, 知道凝聚的力量。 藏色散人, 我们之前都太天真了, 妄想凭借自己的力量来改变世界。 这才是最可笑的。 不管修为有多高, 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渺小的。 看学员们都这么努力了, 学院的这些老师教学也更加地认真了, 每个人都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本事尽可能多地传授。 卫无羡有了这个想法后, 立马就跟蓝忘机说了, 两人商量一番, 觉得可以一试。 不过蓝忘机是不行了, 还是卫无羡来实行比较容易。 于是, 卫无羡在课间, 就会不经意地和学生们聊起一些问题。 比如说数学上的一些问题, 然后这些学生的数学都很不错, 一些在他看来特别难的问题, 学员中立马就能给出解决方法。 卫无羡算是发现了。 这个世界的人身体素质不行, 但是头脑是真的好用。 学员们告诉他, 他们的世界有句话叫学好数理话, 走遍天下都不怕。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卫无羡提出了想看看他们从小到大的教科书的想法。 不过系统空间并不能带东西进来。 但是, 这五万人中, 什么职业都有, 小学中学老师, 大学的研究生都有, 把他们的学习教材默写给魏无羡, 还是没什么困难的。 先生提出想学大家的知识, 学员们当然是欣然同意。 他们得先生指教, 正愁没有什么回报呢。 于是接下来, 学习变成了一个双向的。 在课堂上, 先生教学员们学习修行的知识, 到了课间, 学员们开始把自己的知识交给先生们。 魏无羡的头脑本就非常的聪明, 常常有一些奇思妙想, 在学习了许多唯物主义的知识后, 他似乎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在原来的世界, 他本来就是擅长制造, 他能够炼制出因虎福这样逆天的法宝, 也能发明风鞋盘这样日常的东西。 在学过数学和物理等等知识后, 他的想法更加地天马行空了。 同时, 他也有了更多的创作灵感, 将修真和科技结合起来, 制作出威力更大的法宝, 或者是更加便捷的日常用品。 他们的世界预见飞行, 学员们的世界出行有飞机, 有热气球等不同原理的飞行工具。 预见靠的是灵力, 而飞机等靠的是力量的转化。 如果它将两者结合呢? 创造出使用灵力为动力的飞行工具, 力量的专化用到工具上, 修真和科技的结合。 学员们说, 他们其实知道世界为什么会产生异变, 因为它们过度地使用不可再生能源, 使得大自然失去了平衡。 虽然已经尽量地使用新能源了, 但是杯水车薪, 根本就解决不了整个世界能源枯竭的大问题。 如果真的有一种飞行器, 能够使用灵力, 而且经过力量的转化, 这个灵力使用量在一个能够被接受的范围内。 也就是说, 以后会出现单纯的靠个人的力量就能在天上飞的工具。 同理, 用灵力开车、 开船, 甚至在面对接下来的灾难时, 灵力作为枪械的动力。 前国人发现, 这个魏无羡不得了。 他们从小学习知识, 在学习修真后, 没有人想到怎么改变。 但是魏无羡只是简单地学习了他们一些简单的知识后, 就能创造出让整个世界翻天覆地的东西。 同时, 他们也更加地肯定, 这些老师不是什么NPC, 而是真实的有灵魂的人, 只是不知道为何会被困在系统中当大家的先生。 在这云深不知处学习, 同学们卷生卷死, 感觉时间过得飞快。 在魏无羡用材料做出一艘可装二十人的小型飞行器的时候, 时间已经来到了第五个月。 从炼器入体开始, 这些学员尝到了修炼的甜头, 便开始了玩命的修炼, 每天在系统中的时间, 除了上课学东西, 其他的时间大家都用来杀鞋碎了。 一开始普通学员还有些畏守畏尾, 但是到了后面, 见到走失, 他们就已经成了兴奋了, 嗷嗷叫地往前冲, 这都是香喷喷的灵气啊。 走失都给他们这样的精神状态, 吓得想掉头, 这些人怎么回事啊? 比一灵老祖还可怕呢? 五个月, 五万学员, 厉害的已经要筑基了, 等级最低的也要进入炼器五层了。 不愧是百万里挑一的天赋者, 这些人在未无限他们原来的世界, 也算是家族中重点培养的对象了。 不过正因为大家的修为都突飞猛进, 所以这彩翼阵的邪碎资源算是耗尽了, 翻遍整个彩翼阵都找不出来邪碎了, 想要得到更多的灵气, 可能要去更远的地方了。 但是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他们出了彩翼阵想往更远的地方去, 就去不了了。 也就是说, 现在他们已经找不到灵气资源了。 魏无羡他们得知情况后吗? 联系了公魔, 才知道, 因为他们的小世界是破碎的, 是被公魔废物利用起来的, 所以并不是一块完整的陆地, 而是被分成了很多小板块强行地粘合在一起的。 想要继续获取灵气, 就要跳跃到其他板块上去, 而这一次传送也有严格的规定。 一次五万人大概是不行了。 从彩翼阵的邪碎彻底被消灭后, 学员们就发现他们的系统板块中多出了一个副本的板块。 从现在起, 他们每天的学习都会在结束后进行考核, 通过考核取得积分, 这个积分到了一定的数量, 就可以换取副本通行令。 学员们看到公告栏上有许多的副本, 不同的副本要求的积分, 还有修为不同人数不同。 最低等的副本是莲花物副本, 只需要练气七五层就可进入, 而且, 积分只要一百分, 同时进入副本的数量是三百人。 另外还有金灵台副本, 不竟是副本, 不夜天副本, 木西山副本, 狼牙副本, 百凤山副本, 乱葬岗副本等等。 每个副本的要求都不同, 像是最厉害的乱葬岗副本, 要求所有的学员修为必须到达驻基五层。 同时需要用到的积分是一千分一次, 而是必须要五千人同时进入副本。 这个应该是终极地域难度副本。 现在学员们的修为离住基七五层还有些距离, 这个副本也只能看看了。 五千人的副本, 想想都能够头皮发麻。 学员们收了心, 老老实实地挣学分, 选择适合自己修为的副本进入。 学员的先生们进入副本是没有要求的, 他们也不占学生名额, 只要学生在进入副本的时候站在一起, 就能一起传送到副本了。 进入副本的地方是在彩衣镇, 出现副本任务后, 彩衣镇的中心就多了一片广场, 广场上有一块巨石, 巨石上就是一面光屏, 只要带队的人在光屏上选择好要去的副本, 就会自动检验在场的人是否达标。 然后启动大家身上的副本通行令, 将所有人一起传送到副本中, 先生们如果要同去, 只要站在广场上就能一起被传送过去。 百凤山是很大的一片山林, 八百人传送过来, 黑压压地站在了一片平地上, 这个地方就是百凤山的入口。 见到外面还有着弓箭剑把, 魏无羡来了兴趣, 他高声道, 同学们, 这里就是百凤山的入口, 我们之前有个规矩, 入场需要先射箭再进入, 不过你们这么多人就不用一一射箭了, 有兴趣的可以来试试。 有同学就开口了, 魏先生, 你给我露一手啊。 魏无羡笑笑, 怎么想到让我来了? 温琼林先生说过, 魏先生你的剑术最是厉害, 他还得过你的指点呢。 魏无羡摇摇头, 我也就在温宁初学时提点了两句, 想不到他记了一辈子。 不过, 既然大家想看, 魏无羡也就不扭捏了, 他笑咪咪地用肩膀撞了撞身边的蓝忘机, 蓝湛啊, 借你抹额一用。 蓝忘机看着魏无羡, 眼神闪过一片笑意, 毫不犹豫地就把抹额扯了下来, 同时将抹额斩平, 用抹额将魏英的眼睛蒙上了。 魏无羡没动, 乖乖地让蓝湛给他蒙眼。 随后, 蓝湛又把弓箭递给他, 把他带到了剑靶前方。 明明是很正常的动作, 学员们却觉得两人之间的氛围甜蜜极了, 这就是天选情侣吗? 只要他们站在那里, 就是满世界的粉红泡泡。 接下来, 魏无羡蒙着眼睛, 给学员们表演了一个舞剑齐发, 渐渐射中靶心, 引得学员们喝彩连连尖叫不断。 之后又有学员叫嚷着, 让韩光军露一手。 蓝忘机没有蒙眼, 而是拿了十五支剑, 五剑, 齐发三连发。 看到靶子, 只见之前魏无羡设的那五个靶上, 每个靶子上都多了三支剑, 而是都是成三角形围住魏无羡的剑。 每个靶子上的位置距离都一模一样。 同学们的鼓掌得手都拍红了, 一时间不知道是魏先生的剑术厉害呢, 还是韩光军的剑术更加超凡。 不过倒是有人小声嘀咕, 韩光军射个剑都要秀一波恩爱。 CP现场发糖, 舔死了酷甜。 其他的学员见先生都秀了一波剑术, 他们也都是学过的。 有些学员也上场试了试, 还得到魏先生几句指点。 虽然许多人都没有上场, 大家也从魏无羡的指点中找到了自己的不足, 可以说是受益匪浅了。 剑时间也差不多了, 魏无羡挥了挥手, 说道, 差不多了, 大家进去吧。 注意安全, 最好是分组行动, 百凤山地形复杂, 不要落单。 大家在行动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周围的情况, 不要掉队。 这第一次来百凤山副本, 也不知道具体情况, 魏无羡还是好好地叮嘱了一番。 索性这些学员们都是听话的, 没有那种狂妄自大, 擅自行动的二傻子。 剑同学们都离开了, 魏无羡对着蓝战微微一笑。 之前蒙眼射箭, 蓝忘机的抹额还在他头上呢, 后来魏无羡指点同学们的时候, 他把抹额推到了额头上。 这回人都走了, 魏无羡又把抹额拉了下来, 遮住了眼睛, 拿出陈晴在手里转了个圈, 也没等蓝战就这么从入口走进了百凤山。 魏无羡闭着眼睛, 依然是走得原本的那条路。 这百凤山依然还是和当年没有什么变化, 地形什么的都是原本的模样。 魏无羡找到那棵歪脖子树, 靠坐在树上吹起了笛子。 不过这次吹的可就不是什么 把斜碎驱赶到一起的曲子了, 而是一曲望线。 耳边响起了脚步声, 魏无羡放下笛子, 嘴角勾起笑容, 什么人在哪里? 见无人回答, 他又歪了歪头。 你也是来叶列的。 你在我这里, 可列不到什么东西。 话音刚落, 魏无羡突然就被人一推, 双手被擒住嘴上, 也被人狠狠地亲了下去。 明明是最熟悉的气息, 两个人的亲吻也有了无数次。 可是就地重游, 两人的心中依然有着说不出的激动。 两人都深深地沉浸在当年的回忆中。 时至今日, 他们还能够在一起, 重游当年故底, 即使物是人非, 但是身边依然是你。 当然, 两位先生不知道, 好几组学员来到这里, 撒鸭子就跑了。 百凤山很大, 但是八百人可不少。 这遇到他们的, 都有好几组学员了。 两人大概是感知到了, 已经吓跑了不少人了。 蓝忘机放开卫英, 将人抱在怀里。 魏无羡在蓝战的怀里, 扯下抹额, 喘着粗气, 韩光君可真厉害, 亲得我腿都软了。 你说当年要是你亲了我, 直接就当场把我给绊了, 哪里还会, 话还没说完, 就又被蓝忘机给堵伤了嘴。 魏无羡也不说了, 其实他们都知道。 就算当年两人心意相通走到了一起, 也是注定没有好下场的。 说不定, 他还要连累了蓝战。 过去的那些是太过惨烈, 他们也只能尽量地 只想起那些美好的回忆。 两人在一起温存了一会, 就手牵着手去看着学员了。 毕竟他们跟来, 还是要做正事的, 好好地看着学员, 别让他们出事。 这百凤山副本, 他们也是第一次来, 还是要慎重些的。 百凤山的鞋碎 又比彩翼镇的走失厉害了许多。 同时, 种类也多了起来, 不再是限于走失了。 各种稀奇古怪的鞋碎都有, 学员们一开始还吓了一跳, 有些手忙脚乱, 不过到底是在彩翼镇厮杀了许久的。 他们很快就调整了过来, 还是同之前一样, 分工合作。 近战远程辅助, 各司其职, 有条不紊地在百凤山收割了起来。 魏无羡和蓝忘机两人遇见, 在高处看着学员们的表现, 还是非常满意的。 这些学员的修为, 不算最顶尖的那一部分。 但是这个程度的, 都是脚踏实地勤学苦练的那一批。 形势也是比较稳重, 在对敌的时候, 配合的也是十分的默契。 一开始, 百凤山的斜碎大家还能应付, 慢慢地聚集过来的斜碎也越来越多。 魏无羡和蓝忘机两人看见了, 神色也渐渐地严肃起来。 两人对视一眼, 已经有了默契。 连忙分开行动, 各自飞走去通知学员们, 往东边出口撤离, 尽量让大家会聚在一起。 学员们在这个时候, 也感觉到压力了, 本来这斜碎就是可以刷新的。 他们发现, 副本中斜碎的刷新速度, 比彩翼阵要快得多。 一开始, 斜碎还是各自为战, 学员们除了还有点不适应斜碎新的造型外, 很快就适应了并且收割了一大波怨气。 等到斜碎慢慢地聚集起来, 他们的压力也开始增大, 已经有人受伤了。 听到先生的召唤, 大家连忙往先生指的方向聚拢。 学员们在慢慢地聚拢, 而斜碎们也在有意识地聚拢在一处, 魏无羡通知了一圈后, 来到学员们聚集的上方。 他大声地喊道, 都看看自己的队友, 还有那些人没有归队, 之前往哪个方向走得大声告诉我。 立马就有同学举起手, 先生, 我们队友两个队友不见了, 我们之前从那个方向过来的。 魏无羡点点头, 立马遇见往那个方向找过去。 蓝忘机同样也在做这样的事, 不过他说话就要简洁得多。 点数, 报数, 虽然精简, 但是大家都能够理解, 连忙也左右看看, 看有没有掉队的队友。 大多数学员都紧跟大部队, 掉队的也是很少的一部分人。 出了一些小状况才掉队的, 不过有两个先生也很快就找回来了。 等到人全部聚齐了, 魏无羡高声说道, 闫灵先生教你们的战阵还记得吗? 修为高地在外围, 受伤的同学进入内围。 内围压力轻的学员, 注意警戒。 因为先生们早就教过学员们, 遇到这种大型群战应该怎么办? 所以, 只有片刻的慌乱后, 大家便很快找准了自己的位置。 蓝忘机和魏无羡就停在上方, 看着下面学员团体和邪碎团体的战斗。 也不动手, 最多也只是出言提点。 他们也发现了, 副本里的邪碎并不会对他们动手, 他们无论是在上方还是在邪碎群众, 邪碎都会无视他们的存在。 两人也只能用话语提点一下学员们了, 不过这些学员们肯定是在离开亚世界后, 应该是被训练过的。 他们的身上渐渐地有了那些军人的影子。 魏无羡他们不知道那是怎样一个世界, 为什么这些民众能够这么地有次序? 而国家又是有什么魅力能够让这些人无条件地信任呢? 看着这些孩子, 他们从一开始的一窍不通, 到现在的游刃有余。 不到半年的时间, 他们成长的速度让人叹为观止。 而且, 他们的身上也能够看到那种作为领头人的尽头。 不是我要做救世主, 我一个人要救世, 而是我们走在前面, 带领大家一起度过难关的尽头。 藏色散人曾经感慨地说道, 看到他们, 才发现年轻的时候自己有多傻。 世界从来都不需要个人主意, 而是团结一心。 小星辰也在他们的身上, 看到了生命的蓬勃向上, 通过这些学员, 他也慢慢地解开了心结。 其实说起来, 修真戒的理论知识并不是很多, 这些东西都是固定的, 眼看着时间并不多, 先生们怕一年的时间, 根本就不能够交出什么成果来。 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 这些学员们, 非常地适应填鸭式的教学, 只要把知识一股脑地塞给他们, 他们自然能够自我消化。 见大家适应得很好, 先生们也就不担心了, 纷纷进入疯狂教学模式, 只管把要学的内容交给大家。 半年多以后,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好教的了, 那些理论知识都在课堂上讲过了, 现在就是一个实践。 不管修炼得有多快, 阵法、符咒这些掌握得有多好, 上了战场看到斜碎就腿软, 就没有什么用。 所以到了后期, 基本上每天都是先生们 带着一对又一对的人去副本, 五万人拆分成几百人几千人的队伍, 先生也是不够用的。 也就只能根据副本情况, 还有队员的情况, 尽量地带一下薄弱的队伍。 还有一些固定的队伍, 下重复的副本, 先生就不带队了。 每天就这样忙忙碌碌, 就连蓝忘机和魏无线都已经分身乏术, 更别说两人一起进副本了。 有时候白天一天都看不到彼此, 也就只有到了晚上, 学员们都回去了, 俩个人才能够见上一面, 在一起休息。 也幸好大家都知道, 这个时候只有半年了, 半年后, 他们大概就会轻松很多。 姑母说, 那个时候正是一变开始的时候, 到时候, 看前国人要如何应对接下来的变化。 很有可能, 他们这些做先生的, 还要在旁边做一些辅助的工作。 本来以为这五万人, 就是固定的学员了。 因为在这个亚世界, 学员们并不是身体进来的, 就算在战斗中死亡, 也只是神魂受损。 而现代有很多的仪器, 也能够缓解这样的精神损伤, 但是随着副本等级的原来越高, 伤亡也越来越大。 有的学员在多次死亡后, 就惊恐地发现, 他联系不上系统了, 或者说系统已经摒弃他另寻他人了。 这样的事情, 一度让学员们感到紧迫, 在副本中也更加地谨慎了起来。 而新进来的学员, 并不需要先生们的再次教导。 魏无羡他们不知道, 在前国的网络世界里, 他们这些先生, 都有着非常高的人气, 每个人都有着庞大的粉丝群体。 他们的教学视频, 每一帧都被人反复观看, 教学内容大多数人都能够倒背如流。 就算是一些年纪不大的小孩子, 也都知道身上的每一条经脉的位置。 这些没有得到系统的人, 已经在现实里无数次的模拟引气入体, 每个人都做好了准备。 争取在灵气复苏到来的时候, 能够快速地提高自己的实力。 新来的学员进入后, 他们第一想法就是弄到灵气, 但是彩翼阵已经找不到斜碎了。 他们就只能向能进副本的早期学员, 进行灵气借贷, 等到进度跟上来能进副本后, 再归还借来的灵气。 新来的人虽然一开始获得灵气有点困难, 但是这些早期的学员也不是小气的人, 都愿意把自己获得的怨气借给这些新人。 毕竟全国那么大, 如果以后灾难来临, 多一个有实力的人, 也就多一份保障, 每个人都有家人朋友。 说不定今天的善意, 明天有会获得一份回报。 新进来的学员也是抓紧每一刻机会提高自己。 温若涵看着这些学员不由地陷入了沉思。 他想起自己从进入到了金丹后期之后, 就魔障了一般, 只想着晋级。 但是每天都闭关, 真的能够晋级吗? 看到这些学员狂热地, 就好像当年的自己一样追求修为。 但是却完全是两回事。 温若涵知道, 自己的目的其实很简单, 他想要更高地修为, 不过也只是为自己。 而这些人呢? 只是为了在接下来的一变中, 生活得更好吗? 其实温若涵也问过, 他们这么努力做什么。 但是好些学员第一的回答并不是为了自保, 而是国家给了我们安稳的生活, 在灾难来临的时候, 我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大家的保护伞。 这样的回答看起来像是一种口号, 但是温若涵能够感受到, 他们说出口的话都是真诚的, 而且不只是一个人这样说。 有时候他会对前国产生好奇, 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 有这样的凝聚力, 到底是什么样的成长环境, 让大多数的人都怀着一颗火热的爱国心。 他们这些人, 随便拿一个出来, 都算是修真界的老油条了。 但是对上前国的这些学员, 他们常常会自残行贿。 他们天真、单纯, 甚至是极度自私, 只想着自己能够活得更好, 在修真界中取得更高的话语权。 但是却没有想过苍生, 或许他们中也有人有过守护苍生的想法, 就好比暴山散人的徒弟, 严陵道人、葬色散人、还有小星辰。 只是他们都太过单纯, 算计不过人心的黑暗, 最后是一个比一个惨烈, 没有一人得善终。 是他们有错吗? 还是这个世道错了, 想要改变, 却从来没有想过, 像前国一样, 一个人是全眼。 那十人呢? 百人呢? 千人呢? 或许就能够成为洪流, 能够成为一股巨大的力量, 让这个世界的风向不得不顺着他的方向走。 从学员们这里能够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这一场教学, 不但是修真界的天道之子 向另外一个世界的人输送修真文明。 同时, 前国的存在, 这五万学员, 也在给云生不知处的这十三人 重塑一场新的人生观。 孤膜在苍穹之上, 看到亚世界中那十几个天道之子, 手中一点灵光, 从最开始的微弱一点点的变成了明亮。 其实魏无羡他们不知道, 在每天的教学中, 前国几十亿人口都在观看他们的视频, 这些普通人对他们这些先生 都有着深深的感激之情。 之前就说了, 每个先生都有着庞大的粉丝群体, 被这么多人崇拜喜欢, 其实会产生数不清的信仰之力。 不过, 这个信仰之力并没有被云生不知处的天道之子得到, 他们都是修炼者并不是神明, 所以, 这个信仰之力对他们来说并没有任何的作用。 但是这些信仰之力对于天道来说, 却是非常好的补品。 天道之子既然是天道玄迷创造出来的, 那么, 他们获得的信仰之力给玄迷也是能够用的, 所以公魔就把这些信仰之力全部给截获了。 这些信仰之力全部被公魔拿来酝养玄迷那一点微弱的灵食。 他知道自己这个老大哥, 因为自己的世界已经毁灭了, 没有一点求生意识。 但是公魔知道, 他放不下自己的孩子们, 不然也不会宁愿用自己来换他们的存活。 所以公魔总是带着玄迷的灵食, 带他看他的孩子们是怎样在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大饼而努力的。 这的确是一个公魔画下的大饼, 一开始他并不知道能不能将玄迷救回来, 就不回来的话, 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白忙一场。 现在的情况其实挺好的, 玄迷的灵食也从最开始的一片死寂, 到现在的努力地吸收信仰之力, 壮大自己的意识了。 说不定要不了多久, 他就能够再度和大哥重逢, 能够再次在这苍穹之上和大哥一起把酒言欢。 时间在云深不知处的人看来, 过得格外的缓慢, 一天又一天的那样的漫长。 但是在五万学员还有前国的人民来看, 一年的时间是那样的短暂。 好像刚刚才得知坏消息, 他们努力地做着准备, 防御工事, 储存物资, 加强训练。 而有幸被选中的人, 也在为了一点灵气, 每日里浴血奋战, 只为了在劫难来临的时候能多一份实力。 这一天, 云深不知处本该是热闹的时候, 却安安静静地, 大家都知道, 那一天真的来了。 蓝室中, 最前面多了一面光屏, 魏无羡他们都来到了蓝室, 静静地看着光屏, 看着前国人淡定地迎来大劫的到来。 因为早就知道这一天的到来, 虽然民众心里多少还是有点紧张, 但是并没有引起恐慌。 这天, 和从前的每一天一样, 天空亮了起来, 却没有出现太阳, 天空黑沉沉的, 乌云覆盖了整个世界。 早上八点, 这一天, 大多数人都没有上班, 而是安静地在家里待着, 街道上也没有车辆。 要不是广场上的时钟, 明晃晃地显示着时间, 不由地让人怀疑, 这是半夜的两三点。 八点一到, 天空就下起雨来。 这不是正常的雨, 而是灰蒙蒙的雨滴, 雨滴落在地上, 无数的怨气升腾而起, 大自然终于发起了对人类的反击。 这会, 一开始还静静地看着外界的与民众 都开始忙碌起来。 这可是怨气呀, 怨气代表什么? 代表着它可以转化成灵气, 代表着可以修行了, 代表着全民修真的时代正式来临。 无数的前国人, 拿出早就准备好的集愿符, 疯狂地收集起了怨气。 可能是因为收集怨气的人太多了。 天上落下的雨滴, 灰蒙蒙的颜色似乎都变得透明了些。 城市中, 民众忙忙碌碌, 野外, 被雨滴临透的植物动物 也在悄然地发生改变。 一场席卷整个世界的阴雨, 潺潺绵绵地下了一个星期。 雨不大, 甚至都没有哪里出现积水洪涝。 孤魔留下的灵气风印也破了, 但是这个世界的怨气太多了。 那一点灵气投入到这个世界, 甚至都不能让人感知到灵气的存在。 想要直接吸收灵气来修炼, 那也是不可能的。 吸收后清除杂质的过程, 甚至没有直接净化怨气, 转化成灵气来得快。 城市外围已经修建了高高的围墙, 城市中的植物在人们发现有了一丝异常的时候, 便被清除了出去。 有许多植物都是被那些先行者设置阵法保护了起来, 才避免了产生变异。 但是城市里, 这些阵法并不能遍布每一个地方。 许多的植物在阴雨的影响下, 会产生疯涨或者异变。 不过这个过程很是缓慢, 在人们刚刚发现端倪的时候, 便斩草除根了。 城市里安全了, 但是这并不代表外面也安全了。 站在城市的围墙上, 都能听到远远传来动物的嘶吼声。 就如同是远古巨兽的呐喊, 那苍茫的声音, 让人恍惚地以为是深埋地底的蛮荒巨兽苏醒了过来。 看着短短几天的时间, 郊外的绿化林或者是小草坪, 肉眼可见地长成了森林草原, 让人都惊叹这个世界的神奇。 就连魏无羡他们, 天天看着前国的变化, 也会感叹这个世界的神奇。 要知道怨气可没有这样的功效。 姑魔当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世界的一次自我进化过程, 对世间所有的生灵进行的一次淘汰赛, 包括动物植物, 还有人类。 如果成功了, 这个世界就会晋级成为更高等级的存在。 如果失败了, 就会像玄迷的下场一样, 世界毁灭, 而天道也会失去意识, 最终消散在虚空中。 前国人在这样一场一变下表现得很好。 即使城外出现了怪物, 兔子会喷火, 小草会吃人。 但是这个国家并没有失去次序, 像小说中的末世一来, 政府崩塌, 百姓流离失所, 违法乱纪的情况是不存在的。 民众井然有序, 听从军队的安排。 在家的人努力修炼, 在外面的人听从指挥, 跟随大部队, 兢兢业业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甚至在一段时间后, 学校恢复了正常的上课, 不过现在是多了一个修行课程。 蓝忘机他们这些人的教学视频, 也被整理成视频课程, 进入了学生们的日常课程中学习的。 而城外, 人类已经开始了和变异动植物的战斗。 一开始, 人类没有灵器, 只能用普通材料制作符纸来转化灵器修炼。 有了修为和这些变异生物战斗, 从而得到战利品, 比如说动物的血液骨骼, 还有植物的各种材料。 而这些东西, 先生们也早就教导过了, 用来练气用来练药, 有的材料也可以用来制作阵法, 制作符纸的材料。 时间一天天过去, 前国人对于在云深不知处学院学到的东西, 有了更深的感悟。 当初那些填鸭式教学学到的东西, 在将来的某一天都派上了大用场。 看着这个世界并没有因为一变而崩塌, 而是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趋势, 留在云深不知处的十三人都感到非常的欣慰。 他们并不是拯救世界的英雄, 但是他们却是前国人的导师。 他们的教导让他们更快地适应了这一场淘汰赛。 云层之上, 姑母每天都看着无数的信仰之力被那光点吸收。 只要前国人心里对云深不知处的教导产生感激之情, 这信仰之力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 姑母已经能够看到那光团中悬迷的身影了, 那个一点一点地教导他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天道的大哥。 那个献出自己的本源也要保下自己的孩子的大哥, 终于是要回来了。 而他也有信心, 自己的世界会在这场一变中破而厚力, 成功地冲破桎梏。 云深不知处的日子, 再没有了学员们似乎变得有些无聊。 原本以为学员们还需要他们的帮助, 但是他们每天看着光屏, 发现他们都做得很好, 成为了人类的引领者。 他们每一个都足够优秀, 优秀到并不需要他们这些导师了。 魏无羡他们不知道, 公模接下来对他们的安排, 于是无聊的他们只能开始了自己的研究。 个人都有个人擅长的领域, 现在大家都在一起, 干脆凑到一起进行学习提升。 比如说魏无羡最擅长画符, 于是大家就凑在一起学画符, 研究符咒,改善符咒。 又比如说严陵道长对阵法最有研究, 于是大家也会凑在一起, 由严陵道长带着大家学习阵法, 他们甚至研究出了一个厉害的阵法, 作为云深不知处的护山大阵。 时间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去, 有空的时候, 大家也会去蓝室看看前国人的进展, 看看他们怎么种植成城地 将世界从一个科技时代 转变成一个修真时代。 他们教授下的东西, 不管是符咒、阵法还是药术, 都被无数有着聪明才智的人研究。 改良创新, 其进度都让云深不知处的人叹为观止。 有很长一段时间, 魏无羡都是待在蓝室不肯出去。 他们在光幕里可以看到前国的任何地方, 所以那些被反复研究出来的成果, 他也是可以顺利透视的。 他不知道, 原来之前学的那些东西, 前国人会像解题一样, 分析得透透彻彻的, 然后能有更多的发展结果。 魏无羡不得不感叹前国人的脑子, 而这些成果, 研究人员也并不会藏着掖着。 比如说, 一个新的符咒, 一旦实验成功, 就会立刻发布出去, 让更多的人将其运用到实践中去。 魏无羡沉迷于学习中无法自拔, 他不但自己学, 还拉着蓝湛, 拉着父母, 拉着温宁斯追紧一一去学。 姑母看着大家学习的镜头这么强烈, 干脆也不打算现在去打扰他们。 在高高的苍穹之上, 姑母一片悠闲, 一点也不像个自己世界在杜劫的天道。 他悠闲地坐着, 身下是白云坐成的椅子, 面前的云桌上, 一壶酒还有几个小菜。 他提起酒杯, 大哥, 干杯。 对面的人, 微笑着举起了酒杯。 严玲从梦中惊醒, 看着头顶, 一时之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听到敲门声, 他也只是下意识地回应了一声。 很快, 就有一个年轻男子推门进来, 稚嫩的脸庞, 无比地熟悉, 却又有些陌生。 师兄, 师兄, 你在想什么呢? 严玲把目光缓缓地 移到来人的脸上, 好半天才从记忆的深处找到答案。 七师弟。 是你呀? 怎么了? 师兄, 之前你说要下山, 师父不让, 你还是没有改变主意吗? 严玲终于回过未来了。 这是山上, 他从前还在师门石的住处, 眼前的人是他的七师弟, 平日和他关系最是亲近。 他现在都还记得, 自己要下山时, 七师弟拉着他的衣袖不让他走, 哭得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的。 严玲摇摇头, 改变主意了, 我现在不下山了。 小七眼睛一亮, 真的吗? 太好了, 大师兄你真的不下山了吗? 严玲, 不是, 我还是会下山的, 不过现在还不到时候。 小七的神情沮丧起来, 那师兄, 你什么时候下山啊? 是非去不可吗? 严玲, 我现在还很弱小, 再等等吧, 时候未到。 小七并不能明白师兄是什么意思, 只是在不久后师兄就出门了。 也不知严玲是如何跟师父说的, 虽然也是出门, 却不算下山入室。 严玲时常出门, 又时常回来。 仙门没有任何关于报山散人的消息。 这一来来去去就是很多年, 一直到严玲再一次回到山上, 迎来了天节。 轰轰天雷落下, 严玲从金丹修士, 晋级成了原英修士。 这个时候, 报山散人已经又收了不少的弟子, 其中有女弟子小星月, 资质非常, 很得报山散人喜爱。 师兄弟们围观了严玲度节, 严玲轻松地就成功度节, 打坐巩固修为。 当他在睁开眼睛时, 便看到小星月一脸笑意地看着她。 师兄, 恭喜! 严玲抬眼看去, 此时的小师妹眼中已经有了不一样的东西。 不再是之前天真懵懂, 跟在他身后请教问题的小姑娘了。 是时候了。 严玲看着远处, 小星月站在严玲身边, 她的语气里有了沧桑, 师兄, 你等了很久了吧。 严玲, 不久, 区区二十年而已,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了。 这些年, 严玲在报山散人隐居的山不远的另一座山上, 建立了一个小小的门派。 她收留了很多的锅儿, 教他们识字学习, 练武修炼。 学成之后, 这些人以散修的身份下山除碎。 他们也不和仙门来往, 专门去那些偏僻之地为百姓除碎。 不但如此, 他们还会传授百姓一些简单的除碎方法。 这些都是严玲学字未无限的轨道法术。 不过被改良过的, 并不能看出是轨道的痕迹。 稍微有些悟性的人, 就能画出能驱逐邪碎的符咒来。 而这些也并不需要灵气, 也不用有什么修为。 当然, 起到的作用也有限, 但是在一些偏僻的地方, 一些小的邪碎还是能够起到驱赶作用的。 因为严玲的小动作, 许多的百姓免去了邪碎滋扰之苦, 因为有了一些简单的手段, 他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 甚至因为他们立了起来, 许多地方的怨气也稀薄了些。 这个世界, 怨气实在是太多了, 修饰只吸收灵气, 却不愿去处理怨气。 严玲花了三年的时间, 在荒山上建立了转化法阵, 专门吸收怨气来转化灵气。 从他醒来到现在, 二十年的时间过去, 那座荒山已经成了灵气充盈的仙山浮地。 当然, 因为严玲一开始就设好了护山法阵, 将一切都隐藏在阵法中, 使得仙门百家没有任何的察觉。 又在山上修整了一个月, 严玲也把门派的事物安排好了。 这才和小星月一起告别了师父, 下山去了。 这一次, 严玲和小星月并没有用抱山散人的名头, 而是将门派改头换面, 以一个家族的形式出现在了仙门。